10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 大家有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中国 大家对中国比较熟吗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 欧洲是1018万平方公里 那么中国960万有14亿人口 欧洲50个国家 7亿人口 这差不多就是 大小呢 差不多人口呢 整个欧洲是中国人口的一半 那么整体的欧洲的地貌呢 它是这样 欧洲的地形还是比较 比较丰富的 那东面呢 是东面和东南面 是以乌拉山 乌拉河和离海 高加索山脉 构成一条线 然后它和这个 和亚洲 黑海 隔在亚洲 那么 西面西北面 就是大西洋 如果隔着大西洋 再望过去呢 应该就是北美洲 那么 北面就是挪威 顶部 俄罗斯 那个 芬兰 上面 这个 挪威 瑞典上面 是北冰洋 那欧洲的南面呢 东面 东欧就是 是一大片的草原 所以这个游牧民族是比较从 都是从东面和北面过来的 主要是东面过来的是游牧民族 野蛮人呢 都是从北面过来的 那待会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大概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东南界就是高加索山的祖风呢 奥尔布鲁士风呢 它海拔5642米 这个是欧洲的最高峰 这个大家很多人都会搞混了 他们会把伯朗峰作为欧洲的最高峰 伯朗峰4808米 那个和 那个和 高加索山的那个最高峰 5600多米比 它还是还是低了不少 伯朗峰不是欧洲的最高峰 伯朗峰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 大家要搞清楚 它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交界处 那么欧洲的平原呢 大片的平原 主要集中在法国和德国的中部 其他的地区 欧洲主要是与丘陵和平原和高地的交错的分布 阿尔卑斯山脉 在欧洲的中部是一个主要的山脉 横贯欧洲当中有七个国家 当然我会主要讲一下阿尔卑斯山 那么北欧呢 有很多因为比较冷有很多那种 就冰川运动的那个切削下来的那种 峡湾的地形 那么这个也是很多人喜欢 非常美丽的那个风光 很多人都喜欢去那里徒步旅行 那么拍摄也可以 当然有点点难 它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这个是一个总体 因为我们是拍风光的 要比较了解欧洲的这个地形地貌 然后才能知道怎么去拍摄 那么这个是一个 下面说一下主要的欧洲的这个文 或者这个人口语言 就是种族的分布 那么总体来说 欧洲是一个大人种 就是高加索人种 那么它占总体欧洲人口95% 那么这个人种下面呢 又是有三大族群 就三个比较大的族群 和一些小族群组成 最大的族群应该是日尔曼语族 那么就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日尔曼人 但是一般的人总认为日尔曼人 就是德国人 奥地利人 那是日尔曼人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日尔曼人 英国人 就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低地的人 他们也是日尔曼人 英语属于日尔曼语族 那个 那个 昂格鲁萨克逊 它都是日尔曼的一个部落 OK 萨克森 很多的萨克森人 还是生活在德国 所以这个英语它也是日尔曼语族当中的一部分 还有荷兰就是那个欧洲的低地荷兰 荷兰语 然后这些日尔曼人主要发源于北欧 所以挪威 瑞典 丹麦 也都是日尔曼语族 都是日尔曼人 OK 这个就是一个欧洲的主要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种族 日尔曼族 日尔曼族呢 从目前来说它是几乎可以说是 它是控制着全世界的一个文化和技术高点 怎么说 美国 我们美国 也是主要的一个民族 也是日尔曼族 因为它的语系 也是日尔曼语系当中的英语 那么几乎英语现在是全世界的流通语言 对吧 然后日尔曼人呢 他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文化特点 或者说就是民族特点 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 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因为他们发端于这个北欧 斯坦迪纳 威亚半岛和丹麦 然后逐渐逐渐的南清 作为日尔曼的蛮族的年代 他们逐渐南清 那么过去他们生活的地方 不管是北欧地区 丹麦 主要生活在丹麦 还是后来的荷兰的低地 或者后来去英格兰 开荒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非常的艰苦 所以养成了日尔曼人 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 纪律性很高 斗争性很强 极善于思考 是一个 就是他们的思想性很强 对什么问题都是 一直在思索 这个哲学方面的思考 是很强 所以德语系的国家 出来了很多的 主要是德国 当然普鲁斯 我们现在因为普鲁斯 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出来了很多的哲学家 是日尔曼族的 因为他们特别擅长于思考 而且非常的能够吃苦 能够忍耐 具有比较好的纪律性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 从英国人的身上 从德国人的身上 都能看见 他们也是非常的 还有非常的善于斗争 另外一个很大的族群 就是拉丁语族 拉丁语族现在包括的是 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罗马尼亚语 加泰罗尼亚语 这个就是一个拉丁文化圈 但只能说是一个文化圈 不能说他们那里 当地生活的人 就是拉丁族的人 那个是文化圈 比如像法国 他就有很多 过去的法兰克 法兰克人他是日尔曼人 他和后来当地的 因为他进入法国的高卢地区之后 他被当地的文化给统化了 所以他们的法语是 是拉丁语族的一族 当中的一个知习 那么拉丁人呢 他也有他们的一个文化特点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 他因为都是 你看这些国家 都是在欧洲偏南部的 意大利啊 西班牙都是 都是在欧洲的南部 那么法国也是比较靠南 相对于德国 或者更大的 那个欧洲来说 它都是靠南部的 所以这些地方在欧洲来说 它是比较暖湿的 就是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 都比较好 所以就是物产很丰富 农作物呢 你可以种下去 就不用太担心 它能生长得很好 所以能有很多的空余的时间 去做一些艺术类的 就陶农一下情操 或者说像拉丁人的男人 他是特别会 姜婷老师 这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文化 姜婷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 那个你现在是在分享 你有没有这个slide分享 还是就是这个美的旅程 我现在是大概的先说一下欧洲的情况 然后到看风就是风光的时候 我会开始逐渐 这个先把一个总的概念说一下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 因为有人在提问说是不是有分享 我就是没有 有有有有 因为后面差不多有两百张照片 但是因为我想把这些最重要的 就是先把一个欧洲的大概情况说一下 那么我会说的稍微简短一下 那么这个是拉丁人 他就是比较擅长美术分 就比如说奢侈品啊 这种比较优美的东西 他上去思考 因为什么他们的劳动 他们不用特别辛苦 不用付出大量的劳动 他有闲暇的时间去追求这种美啊 艺术啊或者情调啊这些 这个是他们擅长的 这个和日耳曼人不一样 那么最后面比较大的是斯拉夫 斯拉夫族的 斯拉夫语族的 那个是就俄罗斯乌克兰 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斯保加利亚 马基顿塞尔维亚 科罗地亚斯洛伴尼亚 那些国家他们是斯拉夫语族的 那么他们是比较开化的 比较晚的一个民族 也或者说之前是个蛮族 那么这些人就相对于 刚才那两个民族呢 就战斗力就是无畏 就是不怕牺牲的精神就更强 因为他们开化的比较晚 当然他们的文化就比较弱 同时他本族的文化比较弱 他受外来的影响很大 所以斯拉夫族内部的矛盾很大 因为很多人一部分人是东正教的 一部分人是天主教的 所以他们斯拉夫族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比较严重 是因为他们受的影响比较大 那么等会可以具体的说一些 那么还有一些小的部族 那么这里就不再说了 因为等会会看到 那么接下来开始说 就是介绍完欧洲的总体情况 我们开始说一下欧洲的风光 就是我们到底拍风光拍些什么东西 那么欧洲的风光大致分三种 它和我们美洲的风光类似 但是又不同 它大致分三种 一种是纯自然风光 主要集中在北欧 因为北欧它开发的很晚 所以它有 它就开发程度比较低 所以它有纯自然风光 就没有人文的影响在里面 那么这一点和北美洲像 北美洲大多的风光都是纯自然风光 因为北美洲开发的更晚 那一个就是纯人 纯的就是人文风光 就是这个教堂啊什么的 这都是人造的 城市啊城镇啊那些风光 还有一种就是人文和自然的结合 那在阿尔卑斯山区里面比较多 那么这个是欧洲拍的这个三大种风光 风光的那个 欧洲风光的特点就是最大的类别 它是人文和自然结合的风光 这个人文风光为主 然后纯自然风光它是以后 刚才说的就北欧才会有一点 一般其他地方就少 所以它是比较不多 主要是以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的结合为主 那么用的镜头呢 它是基本是宗教 因为你有人文的因素在里面的话呢 你就会考虑用中焦镜头来拍呢 它比较符合人的这个视觉的直觉 直觉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长焦镜头 也用的比较多 反而广角用的少 因为广角镜头它适合拍纯自然风光 在欧洲不多 那么除了冰岛用 冰岛这个国家 它是用广角镜头用的多 其他镜头用的少 那么体材就是非常丰富了 它比我们北美洲多了一些 峡湾啊城堡啊什么的 而且我们北美洲的教堂也 审美度也不高 太实用了 它没有那个美学方面不讲究 那么欧洲的教堂很多 美学是很讲究的 所以它成为一个 很好的拍摄主题 另外一个欧洲 这个风光的拍摄 和我们美洲不一样的 就是欧洲 就是我因为一直在拍风光 我觉得欧洲和美洲 最大的区别就是 美国或者加拿大 南美洲就另说吧 南美洲就更加落后一点 那么美国加拿大 你就拍风光 你就觉得挺粗犷的 挺纯自然的 但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东西 可讲的东西很少 你只能说 它这个很美的 很壮阔 很震撼 但是就觉得 没有什么文化底蕴 那相反的 欧洲是有的 欧洲呢 而且它的旅行 也比较完善 即使是阿尔卑斯山里面 你都会住很好的旅馆 然后吃到各个国家不同的食品 食品或者爱喝酒的人 还能喝到各个国家不同的酒 酒类饮料 那些都是 欧洲美国不足 北美地区是没有这么方便 没有这个文化的存在 这是都欧洲传过来的 那么下面我开始讲 欧洲的风光呢 先从哪里呢 先从阿尔卑斯山 从阿尔卑斯山 因为我们说风光水 一般以山水为 最重大的一个 一个摄影的一个主题 所以从阿尔卑斯山来开始讲 因为其他的山在 欧洲不是那么重要 阿尔卑斯山是最重要的 那么阿尔卑斯山呢 它是在横断了七个国家 我刚才说过 阿尔卑斯山在欧洲 它包括了法国 意大利 斯罗文尼亚 奥地利 德国 这些国家是最主要的 那么当中最高的部分 就是阿尔卑斯山最高的部分 那个所在的国家呢 是瑞士联邦 瑞士联邦也有欧洲屋脊之称 那么它也是 人均收入特别高的国家 全世界第二 第一是卢森堡 第二就是瑞士 然后物价呢 就是非常的高 也差不多是全世界第二高 或者第三高 那么它所在的那个地区 就是阿尔卑斯山最高的部分 海拔最高的部分 基本是在瑞士里面 那么 但是呢 应该说我个人感觉 它是广告或者宣传做的好 其实阿尔卑斯山真正的风光 我个人的体会 它是不及 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的风光 它是不及 意大利部分好看 意大利部分的阿尔卑斯山 是非常漂亮的 甚至于斯罗文尼亚部分 也是非常的美 那么就是 瑞士部分呢 它是宣传的好 它开发的很好 那么旅游设施非常的完善 导致了它的这个游客比较多 拍摄比较困难 那么我个人觉得 单从山水来说呢 就这个马特洪峰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马特洪峰是值得一拍 那么它要 它是在柴尔马特 大家要 柴尔马特是一个 不能坐车进去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得 坐火车进去的 然后要徒步 才能到拍摄点 这个柴尔马特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刚才说过 因为像瑞士国家旅游局也请我们去拍 那么主要就是说 因为它开发的 非常的完善 所以 它的风光大多来说 已经掺杂了极强的人文的 在里面 比如这个刘森就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那么是这个就人为因素比较多 当然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八角亭 所以它背后的山作为背景 可以说是人文和自然的一个比较好的结合 但是人文还是就是人为的因素有点过多 它不是起了点缀而是基本就是主题了 那么这个是我个人不是太喜欢的地方 所以我在瑞士拍的不太多 这个也是刘森 那么这个就几乎就是 因为正好有云的遮挡的关系 那你几乎看到这个刘森就只有人文 连自然你都看不见了 就变成一个纯的人文景观了 那么也是很漂亮 但是相对来说没有自然的那么伟大 其实不是它背后是有山的 这是因为云雾的遮挡而已 那当然这个也是刘森 刚才是左侧 这是右侧 右侧它有一个大转盘 那什么 但你就能看到后面的阿尔卑斯山 接下来我稍微就带一下 因为瑞士我个人并 虽然非常出名认为瑞士山水 其实如果去过挪威的人 就会觉得瑞士山水和挪威的 你开在路上随便哪里走走 你都觉得那风光都比瑞士山水漂亮 所以就不要太 就没有太注重讲这个瑞士山水 而是要讲一些其他的国家 那么接下来讲一个是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它是一个斯拉夫族的一个国家 但是呢它从公元九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初 也就是说一次大战之前 它都是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管辖 或者是奥兴帝国 那都是一回事 那么所以这个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 虽然是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 但是它长期被日耳曼统治之后呢 它是一个极强的日耳曼的那个文化特征 所以它已经和其他的斯洛文尼亚的 其他的那个斯洛文尼亚的国家不一样 它向信仰的是天主教 那么所以它就会和塞尔维亚这种南斯洛福国家 后来闹了矛盾最后独立 这个是有一定的文化原因在里面 那么斯洛文尼亚是在阿尔卑斯山东段的南路 我觉得你们听得懂听不懂 就是它是在最东部 也就是说到这个阿尔卑斯山就在斯洛文尼亚就结束了 但是它是在它的南路 北路是哪里呢 北路是奥地利 那斯洛文尼亚虽然很小 全国的面积是两万多平方 两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二百万 有自己的语言 斯洛文尼亚语 那么但是这个国家很美 因为它太小 不出名 但是不代表它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是非常美丽的 好莱坞过去拍过很多的片子趋景 都是在斯洛文尼亚趋景的 这个现在看到的就是布莱德胡 一个照片 这个是大概它最有名的 那么这个也是布莱德胡 那么我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照片是怎么拍的 我不太讲 但是大家可以看我每张照片都有参数 这个是我设置的一个拍摄时候的参数 你们自己看我也就不再读了 我可以留几秒钟时间大家看一下 这同样的都是布莱德胡的那个照片 那么这个是从半山腰拍 同样的一个 刚才上面一张照片 大家以为这个就在 好像在陆地上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岛 那个教堂是在中心岛上 从半山腰拍呢 你就能看见 原来它这个教堂是在岛上的 这个岛要得把它叫做爱情岛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岛上结婚 那么日出日落都能拍 日出日落还有夜景 都能拍都很漂亮的 这个时候它就有一点点夜景 它背后的那个布莱德城 它还是亮着灯 大家能看到这个湖边有很多灯 当然它已经 天空是有彩霞的 那么这个是从山顶上拍 就是它从湖边能够拍 从半山腰能拍 从山顶也能拍 但是效果不太一样 大家就看 在不同的地方拍 视觉效果不同 从山顶上拍 是不是觉得这个 整个湖布莱德胡 就像一个眼睛嘛 然后这个 这个教堂所在的 那个爱情岛像瞳孔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说的这个上帝之眼 上帝之眼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斯洛文尼亚除了这个布莱德胡之外 它还有 这个是另外一种构图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教堂 我叫不出名字 因为实在是那文字不好读 也没有太大的名气 但是它很漂亮 都是在阿尔卑斯山里面的 这是秋天的 另外的教堂 也在斯洛文尼亚的阿尔卑斯山里的 那这个同样的地方 冬天是这样的一个景色 非常的美 当你本人站在山顶上 拍对面的教堂的时候 你会觉得挺震撼的 尤其是冬天 我个人感觉非常的震撼 当然那个路不好开 它的路很窄 就开到山顶的路 非常的窄 要小心 而且积雪也不化 所以不太好开 这个要小心的 那么这个也是斯洛文尼亚的景色 那么是另外一个教堂 这个也是斯洛文尼亚的冬天的景色 这个国家冬天还是不错的 只是因为它算起来 算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但是基础建设除了比较大的城镇之外 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 也只能说OK了 道路比较狭窄 那么我这个所有的照片 如果是手持的 我都会说明这个照片 我是手持拍摄的 那么光圈就会不再是11或者16 我会把光圈就放大了 就放到8 5.6什么 都有可能 主要是保持那个 手持拍摄的清晰度速度要够快 那么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因为我有大量的照片是手持的 我不仅仅是在三角站上拍照片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不用手持拍照 你会错过差不多最少是三分之一 或者甚至是一半的照片 你就拍不到 所以我是主张能手持拍照的 就不要浪费不要不拍 那么下面讲一个是意大利 下面讲的国家意大利 意大利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一个旅行的欧洲国家 包括也是我最喜欢拍摄风光的一个欧洲国家 有可能是我全世界最喜欢拍摄的一个国家 就是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它有千年帝国的罗马帝国 就留下了很多的文化遗产 那么你们喜欢人文的可以去那里看 罗马我本人至少是去了五次 而且那不是摄影 就是我去玩最少玩过五次 和摄影无关的 所以我没有什么罗马的照片给你们 当然我拍过一点 但是很少 我给大家看的都是意大利其他的风光 那么还有意大利就是它的 那个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棒 这个大家会忽略 以为意大利是只是一个人文很发达 那么自然不这样 其实不是啊 意大利我跟大家说一下 日大利的这个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之世界自然遗产 是世界上最多的两个国家之一 意大利这个国家一共也就30万 就30万平方公里左右 30万平方公里 我们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 那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总和 和意大利是差不多的 前几年两个国家是一模一样 这几年因为后来近两年两国又各自申请了一些 所以不知道现在谁多谁少 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 这两项遗产最多的国家 然后但是意大利才30万平方公里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风景 它的文化有多么的发达 风景也是比较集中 所以拍摄是比较好拍的 那么我刚才也说过 意大利因为它这个地方水土比较好 因为它有一个波河平原 这里农业很发达 导致了它的文化很发达 但它的北部是那个 就是阿尔卑斯山 那个多罗米地的那一段 那个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山区 那么是我个人认为它的美丽程度 是超过了瑞士的那个阿尔卑斯山的美丽程度 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风光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意大利拍摄呢 你几乎是不需要广角镜头的 因为它的它所有风光里面都带人了 都有一点什么教堂啊 小木屋啊什么都都都把它加进去了 所以它几乎我只能说几乎 它是不用广角镜头的 最重要的是宗教 因为宗教镜头它符合人眼的那个 这个视觉的感觉 那么另外就是意大利拍摄的 江河湖海都有 然后山川对吧 草原城堡教堂历史田园都有 所以它的几乎除了冰川之外 我觉得因为它冰川是在和法国的交界处的 那个伯朗峰下面 那个冰川有但不好看 就没什么好拍的我觉得 那其他的我觉得它都有 它还有火山啊 欧洲的两大火山 威斯维火山和那个什么火山 都是两大火火山 最大的火火山都在意大利 所以它火山也有 然后它的就是风景的那个品种是特别的多 还有一个就是意大利的旅行设施是很完善的 物价也是非常合理的 然后美酒美食也是很棒的 所以意大利拍摄是很幸福的 就是你既能拍到美景 又能看到文化 又能吃到美食喝到美酒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我觉得拍风光嘛 就是要美丽嘛 然后各方面都要美 不光是风光的美 然后你生活的还得好 你整个旅游的过程还得愉悦嘛 这个意大利能满足你这些要求 那么同样我概括先看一下意大利的风光 那么这个是阿尔卑斯山 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 也就我们说的多多米地啊 那个这个是20张照片 20张照片的接片 这是一个整个一片山 这是我眼前所有的山 我都把它眼正面所有的山 我都拍下来 也就是说180度我都拍了 后面还有180度我没有拍 看是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是一个阿尔卑斯山 这个意大利的风光 那么这个也是阿尔卑斯山里面的 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里面 等会我会介绍更多的照片 因为我在意大利 最少有几百张的风光片 这一次大概拿了50张 是关于意大利的那个照片 那么意大利的田园风光 也是很美的啊 另外呢大家知道 意大利是一个半岛国家 亚平林半岛 它当中的山中间是亚平林山脉 然后亚平林半岛 然后说因为半岛 它就有很长的海岸线 非常长的海岸线 意大利人 包括维尼斯山人很有名 他们都是非常擅长于航海 那么 这些海岸线就提供非常丰富的 这个水景的一个拍摄 或者说海景的一个拍摄的主题题材 那么这个是 武渝村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啊 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当然还有维尼斯啊 还有意大利南部 还有西西里岛 那些都是有非常多的 可以拍的内容 那么我这里主要放了两张 是武渝村的照片啊 这个是白天 你刚才两张时日出日落的 那么 除了武渝村之外 我个人最喜欢的 因为武渝村它这个 有点偏向于旅游 它比较 相对也比较有名 那么 游客也比较多 应该说是相当多的游客 不是比较多 相当多什么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个 这个摄影造成的一定的困难 因为游客太多 那么相对来说 那我个人喜欢的是阿尔卑士山 也就是多罗米地 多罗米地地区 从历史上来说它本身它不属于意大利的 一战之前它不是意大利 它是意大利和奥地利的那个 奥匈帝国的那个一个边界 然后呢 意大利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它 一战以前它才统一了没多久 它的统一的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和我们习惯的其他国家的那种风格不同 因为我们从一般都是说 如果你谈判了这个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你想通过谈判桌得到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规律在意大利是不对的 意大利往往得到的地方都是战场上得不到的 都是通过谈判得到的 这个多罗米第三区就是这样 多罗米第三区是在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在一次世界大战 他们打仗了 然后在打仗的整个过程当中 意大利是牺牲了很多的战士 但是打的都是败仗 他打不过奥匈帝国 全打败了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一次大战 最后德国投降了 奥匈帝国是战败国 奥匈帝国战败了之后就彻底被肢解了 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国家 包括杰克斯洛法克 匈牙利也独立了 奥地利变成一个很小的独立国家 然后南斯拉夫也变成一个国家 那些地方原来都属于奥匈帝国 那么意大利就把这个多罗米地给拿下来了 那地方原来也是基本是属于奥地利的 也被那个意大利给拿走了 通过一次大战 因为一次大战的时候 意大利是战胜过 意大利是非常会选这个选战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在一次大战之前 他和奥匈帝国是同盟国 他和奥匈帝国 德国是同盟国 然后一看一次大战爆发 看形势不对了 他一开始没有参战 一看形势不对了 他对奥匈帝国宣战 他是这样的 他就站在英法和俄国 美国这一边对奥匈帝国宣战 宣战了之后打的都是败仗 然后通过谈判 把他要得到的这个 多罗米地给拿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意大利的一个特点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智慧 很智慧 但你也可以说他是不能打仗 那么我刚才说过了 文明越久的地区越不能打仗 欧洲这个体现就非常明显 拉丁人普遍打不过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打票二次大战 最后苏联是把柏林给打掉了 虽然苏联牺牲是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基本就是 文明越早的国家越不能占 这个是普遍的历史规律 那么多罗米地 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景 这个是一个 那一天我去过这个点拍过N多次了 因为我每次带摄影团都在那个地方 都要去拍的这个地方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的 右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 那个是我的团员 后面有两个穿下面有两个穿黑衣服的 还有左手边有三个也在用三脚架的 这都是我的摄影团的团员 那么但是这一张片拍的时候 我想说是我看到的 在这个点看到的最辉煌的一次红云 一个天 那个红云红的简直就是 让人目瞪口呆的 就是那么多年我遇到最红的 但是我在这里拍摄的一般 还都总体是不错的 那这个是一个总景 就是你要拍的就是这么 这是一个大场景 是八张照片的戒片的 刚才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日落 那么你们现在看到的 还是同样的一个景 那这个是日出 日出和日落的区别就是这样 就是灼光面不同 上光的地方不一样 景还是同样一个景 这个是全景之后 这个差不多是180度的 这个是多多米地的一个 就是我先给大家看的 都是比较大的全景的照片 那这也是多多米地的一个 一个高山草原的一个 一个照片 它是全欧洲最高的一个 草原的一个照片 那这个也是多多米地的 都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些照片 那么这个这些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 都是素拍横接片的 都是全景的 我先把全景给你们看 看完了之后 我再把风镜头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也是云雾缭绕的阿尔卑斯山 所以我个人认为最漂亮的阿尔卑斯山部分是在意大利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都是意大利的 那远不止这些 那远不止这些 等会你们会看到更多的 阿尔卑斯山托罗米地的那个照片 这些啊 这个还是这个 都是不一样的山头 那这个呢就是还是回到刚才的那个山子峰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云雾缭绕的 这一半是云一半是那个景象 那么给你们看几个就不同了 因为我去很多很多 所以不同的景象都有 日出日落的云雾缭绕的什么都有的 那么除了这些呢 这个多多米地还有很多湖泊 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湖泊 那么这个这里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些多多米地的不同的湖泊的那个照片 但是你们也不要问我名字 我根本不知道 我也记不住 我只知道他们在哪里 你让我开着车 我都知道在哪里 那名我真记不住 我去的地方多 所以实际上没有办法 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多多米地的 这个也是 这个是在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哪里 它是在三子丰下面的一个 一个镇 离三子丰最近的一个镇上的一个 这就是那个镇的景象 这是镇的一个湖 我在里面这个白色的房子里面住过 这个也是多多米地的湖 这个都是意大利的多多米地山区 这些湖和瑞士的山水不一样 就是它的人为的因素少 但是有都有人为因素在里面 但是少不多 所以它自然的东西还是更多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就更加优美 更加安静 不像瑞士的山水我觉得有点闹 这个人的因素太多 我觉得有点闹了 没有这样这样的镜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还是那个多多米地的多多米地的 下面有一个 应该有一个是我的团员 他在拍 我就把它当一个很重要的前景给拍下来了 这个也是多多米地的一个山区 我刚才看到有多少截片 每张照片的截片不一样 我最多的横截片的照片能达到20多张 少了12张8张都有 最少的3张也有 这个是技能 就这个景里技能单张 就是用广角 也不是广角的 你就稍微广一点 中角的24大概就能 单张就能拍 也能竖起来 横截片都行 但拍出来 因为横截片和广角镜头拍的照片 就看上去像两座不同的山 但是应该是素拍横截片就更接近于原始的景帽 广角镜头拍的就变形很大 就不像原来的你肉眼看到的景象 这个也是 因为光圈这个我稍微说一下 这个光圈放到5.6 主要是为了让曝光的时间缩短 为什么呢 因为是在景观台上拍的 那个景观台是木制的 有人要走过的话 他就会抖 所以越短 时间受的影响越小 是这样 所以 但是他是在三角架上 那么后面再来一组呢 都是我在多伦比地山区拍的教堂 就是多伦比地有很多的教堂 因为这个就是 人文和自然的完美结合的一个部分 那么 我把它作为一个 就单独的作为一组 然后放出来 就让大家看一看 多伦比地的教堂 也是各式各样 然后结合的也很完美 很多 所以比较漂亮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是用 比较长的镜头拍的 比较遥远的一个教堂 这个也是多伦比地的教堂 正好前面有些牛 因为那个地方的畜牧也还是可以的 你们去多伦比地的话可以去吃他的牛排 他的牛排 不错 我吃过他几种牛排 这踢骨牛排也不错 但是必须两个大男人分 因为踢骨牛排这一大块真的是太大了 但是总体来说价良物美 因为什么 他的牛都是吃炒的 不是吃飼料的 但我们北美很多的牛都是吃飼料的 那个牛肉和吃炒的那个牛的牛肉质量没法比了 所以多伦比地的牛排很好的 你们如果去旅行的话 我建议你们去吃一下 这个还是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大概大家见到的照片稍微多一点 这个也是一个教堂 这个肯定见到的 它是在一个镇里面的 这个是多伦比地最有名的一个教堂 这个什么名我真是叫不出来 这个是最有名的一个 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这也是多伦比地的一个教堂在湖边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些云雾缭绕的阿尔卑斯山 也都是在意大利的 也都是我在意大利拍的那个 比较多 那么这个也是 这一张不是 这一张就是一些山 多伦比地的山都是这种形态的 因为它比较年轻 但是冰川运动的还比较晚 比较年轻 这个也是多伦比地的前景是码那些码 然后这也是云雾缭绕的山里面 其实当时不是云雾缭绕 而是在下已经在下雨了山里面下雨就是这样 那这些照片在这种照片你就是手持的拍你因为我是在对面一座山 我爬到对面的山上拍这座山 这两座山当中有个峡谷就爬到对面山上拍这一座山 所以你不可能带着很多的严重装备上去 那是下雨天 所以就拿了一个长焦镜头上就行了 那么这个也是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基督光啊 或者是丁达尔现象的那种都是 多伦比地的那个景色啊 然后这个是橙雾的 橙雾中的多伦比地 这个也是啊 这个已经阳光出来了 太阳已经上山之后的一个景象 那么这个也是多伦比地比较有名的一个 那个名字我也是叫不出来 但是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座山啊 这个大家中文给它起了个名了 所以有英文名字 我就是意大利语的这个名字 我搞不清楚 这个啊 这个叫 我一下子 但是中文中国人就把它叫刀背山 不明白大概就看这个斜面叫刀背山 那么这个也是比较 你如果要徒步上去的话很累 要早晨两三点多你得出发 你最少得爬三个三个小时到 有可能会爬更多 体力不好的人要爬更多的时间 因为它的垂直落差是一千米啊 一公里的垂直落差 所以我没那个耐心 我就是坐缆车上去的 就是太阳都一出来了 缆车上去一定太阳出来了 开缆车的人上班的时候都是日出以后的 所以拍 然后落以前他们就下班了 我不太因为拍一座山要去一大早 那么早去爬那个 因为它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 落差就一公里 你那个长度就更长了 所以我都没走过这个山了 我就爬上去 正好是那山上云雾缭缭的日子特别多嘛 因为它很高 所以不不难 这个也是手持久拍的 因为光很亮 这个是早晨拍的 云雾缭缭的 因为在多罗米地里拍云雾缭缭的 这个山是很容易的 但不不难的 这个也是啊 那么这些呢 都是这个山子峰的 云雾缭缭的也是 说这个是丁达尔现象的那个山区的 从山顶上到山脚下都有的那种景象 那么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区景 那么下面我说一下就是 意大利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风光 就是田园风光 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托斯卡那的田园风光 还是比较漂亮的 那么托斯卡那呢 他是意大利的一个大区 那么他是 很多这个文艺复兴的那个巨匠的故乡啊 就是对全人类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 一个事件就是 就是文艺复兴 然后呢 对我们拍风光的人来说呢 托斯卡那大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田园风光的拍摄地 那么有很多人都是说 托斯卡那是意大利最美丽的地区 那么我个人认为托斯卡那是意大利最美的田园风光的拍摄场地 同时呢 如果大家如果对美食美酒有兴趣的话 托斯卡那也是意大利最好的美食和美酒的一个地方 那么意大利最好的八大酒庄都在托斯卡那 那么另外如果你们对文化感兴趣 去对那些世界的那个著名的画了雕像了感兴趣那些人 你也可以去托斯卡那的首府啊 去去弗洛伦萨去看他们的美术馆 那那里面的作品是非常的多 那么总体来说这个价值是很高的 我看呢 有些问题提出来 但是我看不仔细啊 所有的问题都在最后回答了 我没有办法看到你们提的问题的全部内容 所以我只是看到一个大梗 那么等最后我来回答一下 这个是托斯卡那的 他们种树啊种的很有意思啊 很长一段距离 隔很长一段距离种一棵树 更好长一段距离种一棵树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检法艺术啊 或者说大道之检呢 就是他们很明白 就是他们很有那种 艺术的那种sense 它就是种棵树它都会种的 那么讲究啊 那么这个也是 这是他们的田园的一个 一个日出 那就是初时候的那个 云雾中的田园啊 这个他们除了种一棵呢 有些时候会把一个树呢 种成一个圆圈或者种成一堆 那个都是托斯卡那的一个特点呢 这个大家可以 这个比较有名 很多人都能拍到啊 这个也是托斯卡那的田园 在日出前 有一点点云雾 它其实这个雾啊 不清 只是在日出前没有光了 这个雾你就看不见 你必须得日出 太阳出来之后 光晒上去之后 这个雾就发白了 就能看见了 这个就是太阳出来了 就差不多就是 你太阳出来之前 你看着看得清 太阳出来之后 你就能把雾看得很重 它雾还是需要光照的 光照在那个水上面 它有反光 得就看得清楚 有些都是托斯卡那的那个风光啊 就看它的线条啊 那个非常的美 那它那个路 那个曲线也是 路就不直 就是弯弯弯弯弯绕的 那个同样的特点 这种德国也有啊 德国因为大家 在德国农村也是去的少 德国的农村的路 当然不是这么个弯法 但是它也是绕的 也是弧线走的 这个都有这样 当然意大利这个就是比较夸张了 这个意思 一个S状的 一个反S状的那个路 这种拍并不是很难吧 我觉得这拍你只要知道 就就就行 这拍摄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就光圈11啊什么的 就行 看到我现在这一张光圈8 说明我是手持的 OK 而且ISO调到125 那么速度160分之一秒 都是我为了照片是轻的 不是糊的 因为我需要一个最 一个保守的一个速度 比如像我 一百分之一秒 我极端的环境下 我能拍到十五分之一秒 照片是不糊的 但是那个是非常极端的 一般的一百分之一秒以上 我是不会有问题的 肯定是轻的 我手不抖的 大家为了拍照 也得去练练 我们现在叫撸铁 或者说举举雅铃啊 什么的 这对你们拍摄是有帮助的 可以帮助你们 拍到更多的手持照片 这样会拍到更多的照片 这也是 那么刚才有一棵树 现在有两棵树 这种都是 这个也是荧幕当中的 城景啊 田园的城景 都是很梦幻的那种感觉 所以托斯卡那儿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因为好吃好喝 他因为住的也很好 住在农庄里面 对吧 有些农庄 他会给你晚上 做一整桌的那个菜 那真的会非常的狂张 我吃过他们一整桌的菜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整桌的 那个 那个 就是抬头 包括 有汤 然后再上一整桌的菜 然后再给你一整桌的 别热 而且这菜有可能是两道 最后来一道 这种东西都有可能 反正你就会觉得 说的实在是太好太好了 而且价钱很便宜 然后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农业区嘛 所以这些东西都很不错 甚至于有这种什么 烤卤猪啊 烤鸭啊什么的都有啊 手擀面啊 都有 去那里面找那些有特色的餐馆啊 去吃 真的是挺好的地方 你看这个还是那个 还是托斯卡尼 所以托斯卡尼还是一个 很棒很棒的一个旅游啊 摄影啊 都是特别好的地方 这个还是 就它 你到处可以拍景特别的多 就是那个 这个是大概 我个人认为这是托斯卡尼的 No.1的一个景点 那么 这个就是意大利 因为我意大利没有办法再说 我意大利我可以再给你们看一百多 反正我在意大利拍过几百张照片 所以太多 包括托斯卡尼 包括托斯卡尼 包括托勒米地 那这样弄下去这个讲座 就变成只讲意大利了 就没有太大意思 那么我再稍微讲一下 其他的地区 因为我讲的是以欧洲 那么从风光拍摄来说呢 我个人说过了 我最喜欢的是意大利 那么其次是哪里 其次是挪威 挪威呢 它是一个以 也是人们和自然结合为主 但是呢 它也有很大量的纯自然风光 也有 也有 但是呢 挪威拍摄的困难也是有的 它的天气比较差 因为它很北面 它是北欧国家 斯卡提纳维亚半岛的一个 一个 半岛的西侧是挪威 东侧是瑞典 那么瑞典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 景观呢 主要是人们景观 也就是说它的首都 斯特格尔摩 其他的都 我觉得就 你看过挪威的瑞典 你真的是看不上了 风光来说完全看不上 我就说过 我刚才说那个挪威的 因为它有很多的峡湾 你如果沿着峡湾的 沿着峡湾的公路开的话 你会看到那些 山水风光 那个是 那远比那个 瑞士的要美的多的多 而且水是非常的近 是海水 但是很近 因为是西洋湾 它是冰川运动的结果 那么所以挪威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的瀑布 也是特别的多 这个我说的都是挪威 大陆上的 挪威大陆上的 然后我们很多人拍的 挪威的照片 大都是在挪威的岛上拍的 就是Lofton Lofton群岛 那个是 为什么在Lofton群岛拍照呢 首先它是一个很小的area 它地区小 容易就是容易掌握 容易来操作这么拍照 另外一个呢 你在 它天气也不好 但是你可以在一个 一个小的地区 等好天气来了 你再拍 如果你在挪威的大陆上的话 因为挪威这个国家不小 而且狭长的 从南到北很长 然后你 它的天气始终不好 你赶路是来不及的 它的道路不行 挪威这个国家 人均收入 现在的人均收入 它是全世界排第三高的 很高的人均收入 不单止是现在 OK 它在过去没有发现油田 这个海里面的油田之前 挪威是一个 在欧洲来说 它是一个贫穷国家 它是比较穷的 所以它的基础建设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没建好 它的道路狭窄 盘山公路特别的多 然后隧道特别的多 另外一个就是 轮渡多 因为造大桥这个是很难的 你们别看中国造了很多大桥 感觉好像造大桥是 怎么中国能造那么多大桥 那个是技术 对搞建设来说 造大桥的技术是很高很高的 远比隧道的技术要高 这个因为我是学这个专业的 所以我知道 挪威的桥不够好 但是它的隧道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它要渡过峡湾 一般是靠轮期度来渡的 所以它的交通是不方便的 你说我对面的 我在这个峡湾 对面的峡湾 如果天气好 我一天想赶过去 你想临时做技术 赶过去赶不过去 因为你当中要经过 要经过轮渡 要经过盘山路 要经过隧道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般你要做一个 完美的计划才行 可是天气是没有计划的 天气是不可预测的 总体来说 它的天气是很差的 那么当然北极光 也是挪威的一个 主要的拍摄的一个主题 另外就是说挪威的物价 我刚才说了 它的人均收入是 全世界第三高 但是它的物价 是全世界第一贵 这个大家要清楚 尤其是在挪威大陆地区 然后公共的交通系统 还是旅游可以 摄影来说这个系统 还是有点有点不够 不够理 那么这个是在 罗夫登群岛 罗夫登群岛拍的一个 挪威的风光 挪威就是 大家听了很多 什么挪威海盗啊 什么的 其实其实挪威海盗 真正的不能完全叫 这个是挪威海盗 纳维京这个 它不是啊 它大量的海盗 都是产自于丹麦的 丹麦才是一个海盗大国 挪威有 有海盗 但是它的实力是 远不如丹麦的 在欧洲影响力最大的 那个海盗 北欧海盗 其实是源自于丹麦和瑞典 挪威 它发展的比较慢 很晚 它是捕鱼的人多 所以这个 Lofton它是有很多的 你们看下面有很多小的红房子 那些都是原来的打鱼的人住的那种 那种小木屋 现在这些小房子都改成旅游 游客住了 那个小木屋 大家可以住住那个里面 这个事 我也是先给大家看那个全景图 就是说 像这张照片的话 应该是8到10张 我现在不敢确定 就是8到10张左右的 束缚的照片 接片接出来的 这是总的一个 一个Lofton的 就是第一景拍摄点的一个景象 那么这个就是Lofton的第一景 就是大家要拍的 其实是这个景 那么总局是这一张 总的就是这么一个景象 然后取就是取这一段 这一段是最重要的一个一张照片 当然挪威的天气是怎么说呢 像Lofton它是在北极圈里面 它是68度 北极圈是多少 是66度30分 它是68度 它在北极圈里面 但是它不是很冷的 它不是那么冷 它是 也就零下五六度 七八度就 就七八度就顶了 但是它就风很大的地方 风比较大 但不如冰岛的风 冰岛的风就更大 微的风比较大 但是还可以 能接受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都是 就是树牌横接片的 比较全的景象 这个就一座山 因为它在海边是有倒影 沙滩有倒影 这个也是 然后一些雪山什么的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比较有名的雷恩镇 这个小镇的一个全景 然后站的这个拍摄位 能把这个海 那个都是海 海湾呢 就是正好有一个突出的地方 我能把它拍出一个像机星 就是一个星星啊 那就是你拍照的时候要多走走 然后你才能发现你去景点的那个前景啊 或者你的主题的就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 这个这个拍摄点 你可以沿着那个站道啊 一直走 一直走到路边 你就可以找 不同的拍摄点 拍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全景图 这也是一个全景图啊 在海边的一个全景图 那多少张 因为每张全景图的街片的数量都各不相同 一般你看这个照片越窄 就是窄窄长长的 越长越窄的照片呢 它就是街片的数量就越大 如果这个照片 如果也比较宽 比较高的张照片 那说明它街片的数量比较少 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 这个是大家不太知道的 这个是狼野槟城 狼野槟城呢 它是在斯瓦尔巴岛 斯瓦尔巴呢是一个 归于挪威馆的一个地方 但是人们去斯瓦尔巴呢 是不需要签证的 因为它挪威和其他国家政府就说 你们如果承认斯瓦尔巴归我们挪威呢 你们国家的人民去斯瓦尔巴 居住生活工作都不需要签证 但是呢有一个要求 你们的人民包括挪威的人 不能死在斯瓦尔巴 斯瓦尔巴是不可以死人的地方 要死死源点 你知道你要死了你管 这个地方不接受死人 不能死在这个地方 唯一例外的就是被北极熊吃了 或者被北极熊打死了 那没有办法 当然它是最后一次是在1987年 还是什么 镇里面有一个小姑娘 在右侧的 你们这里看正面是 海峡对面是一座雪山 左侧是一座山 右侧在右侧的山上 她到山上去玩的时候 被急凶袭击了 被打死了 打死了之后呢 从此之后这个镇上就规定了 所有的人出镇都要带枪 这个枪就是长枪 你必须要有枪 你才能离开这个斯瓦尔巴 才能离开这个狼野兵 你如果出镇不带枪的话 你是违法的 因为我们这个镇上是不许死人的 死就是违法 必须带枪才能出这个镇 这里灯光集中的地方 就是狼野兵 那么因为刚才说了 这个斯瓦尔巴是一个岛 它是在北冰洋当中的 其实在北纬78度 78点几 所以它是很深入的 因为从78度到北极点90度 那只有一点点距离 你从66度到78度 那个距离很长 因为地球是个球嘛 越到顶上 它的纬度当中的间隔就越小 它完全是一种北极的景象 那么景象叫什么呢 这个叫暑暮光 它就是说暑光和暮光 它是在一起的 因为它马上就是极叶 或者极皱 极叶它那个 它天一直是灰蒙蒙的 它没有真正的白天 永远它的白天都是红云 它都是有 这个光就叫暑暮光 也是比较比较 但是它你看 为什么我前面的那个海滩 它没有结冰呢 它同样它是在大西洋暖流的流经地 所以它的温度不是那么的低 但是它要比那个 罗夫顿群岛要低得多了 因为罗夫顿群岛是北纬68度 它是北纬78度 所以那个还是冷很多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一个北极的那种景象 就是全是雪山啊 雪景啊那种 当然我还是一样 给大家展示的都是那种大景 就是大街片全景图 能大家看一个概括的总帽是啥样子 那么这个就是北极地区的通讯的设施 就是靠这种体验大的发射架 和外界进行通讯联系 那这个是在山顶上的 这种山顶这个拍摄是非常难的 但那个风很大很大 而且车也不容易上 但我是开的那种叫AV车的那种 市区的那种沃特然后马托 然后室外巴你看在北极 它也有很多地方很干旱 刚才看那个海滩不是黑色的 黑色的都是沙滩 然后风很大 所以它会有沙尘暴 它沙尘暴是黑色的沙尘暴 所以我们要开着那种AV穿越沙尘暴 才能冲到山上去 山的风也很大 你人都不一定能站得住的 那种那种 所以你要开这个还是不太容易的 三脚架要插在雪里面拍 那个景象 但是还是挺荒凉那种 就是北极的那种荒凉的景象 还是蛮有的 而且很纯洁 暑目光的那种光色 又是非常的特别 Dramatic的那种光 所以有它的一个拍摄点 有它的一些拍摄的要素 我个人蛮喜欢的 尤其玩的还是挺开心的 吃的不太好 因为整个挪威吃的都不好 这是它这个斯瓦尔巴是 为什么它现在还居住人 因为它有煤矿 这就是它的矿场 当然越开越少了 因为本身现在这个煤这个东西 已经很不受欢迎了 这个也是这个山顶上的一个比较平的地区 然后风很大把雪都挂走了 然后这些地帽是这样的 同样的都是 这个呢刚才一些都是总图 那么现在都是一些比较稍微局部一点的 这个是 Loftton这个是航拍的 航拍的Loftton的图 因为像这种Loftton的这种景象呢 它比较宽阔 所以就是用16比9的会好一点 就是比较能展现一点 它的比较较较较的感觉 这个是它的一个渔船的码头 这些都是小渔船呢 它们能出去捕鱼的 当然冬天就没法出去了 就一直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码头上 那这个就是竹井左侧右侧的一个景象 这个也是很多人拍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多人拍的场景 这个也是就是不同的 拍的地点是一样 但是不同的景色 就是光景不一样 这个是我在山顶上拍的一个 这个山很难很难爬 我那天爬的时候是不好 你看对面在下雨 我就爬上去了 然后等我爬上去 这个雨就飘到我站的这个山顶上 然后我在我所站的山 和照片里对面的山是一样的 是一个尖山 所以是很危险 那一下雨就非常的危险 然后回来的路 下山的路上就摔下去了 摔下去之后还好 那个登山状插在那个土里面 然后那个登山状虽然是折了 但是它没有断 它是探树的 就把我挂在这个山壁上 把我救了我一条命 要不然因为下雨天那个泥宁了 就特别划人家划下去了 所以我劝大家 最少下雨天不要爬这座山 太危险了 一定要干的时候 能不爬就不爬了 放个无人计也行吧 没有必要一定要爬山 我其实挺后悔爬这座山的 我觉得非常的不值得 不是景色不好 是下雨天爬是不对的 是错的 就是你不能用生命去冒这个险 没有太没意义了 很不值得 这个也是那个 Lofton的景象 都是下雪天 那么这个 这个也是雷恩正的一个景象 雷恩正的另外一侧是这样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就沿着那个战道走来走去 就能拍到的 这个也是Lofton的 那当然拍的人就比较少 也不知道 因为它在海外面 那个天空非常的dramatic 我就把它拍下来 那这也是好拍的 这个还是还是这个 那这一张就是北极光 北极光在Lofton的 这个是他们有些原石头的海边 这个也是北极光 这些都是挪威的主要的 现在因为大家拍挪威 主要都是在Lofton拍 那么霞丸那边 我刚才说因为天气不新 就大陆那边因为天气不好 所以很难拍 如果你常住才能拍出好片 要不然拍不到 这个都是北极光的那个景象 这个也是霞丸 这个是在大陆上拍的 这个奥勒松吧 这个城叫奥勒松 奥勒松的日落 我们刚才说的是 那么北欧呢 另外一个风光摄影的人 风光摄影的人比较喜欢的地方 是冰岛 那么当然拍风光的人 可能像我们拍到我们这个资历的话 很少说风光 这个冰岛不去拍 那么我说的冰岛是欧洲很特立的一个 以纯自然风光为主的一个国家 因为它这个国家人口36万 面积是20几万还是多少 我忘了 但是它的人口密度是欧洲国家里面最低的 所以这就形成了 它能拍到很多纯自然风光的一个情况 那么冰岛拍照呢 因为你拍纯自然风光 往往是广角镜头为主 这个是在于知道 另外冰岛呢 有两个大的特点 一个是瀑布 一个是黑沙滩 你可以拍北激光 那么这个是运气 所以也不能说这个怎么样 但是你遇到你就能拍 那么拍北激光肯定是广角镜头 所以它是以广角镜头为主的 那么冰岛的那个基础设施呢 OK吧 饮食呢就是比较简单了 而且比较贵 那么拍照主要就沿着一号公路转 那么当然人家说 你可以到中部去徒步 我个人认为冰岛最好看的风景 都在一号公路周围 你去徒步其实是价值不高的 当然你说我热爱徒步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为了风光摄影去徒步 我觉得那个价值是很低的 就是你付出和回报比例是不成正比的 因为它那个路土路是不好开的 我过去带团进去的时候 进土路那个轮胎就爆了 那个越野车的轮胎爆 爆了之后 有后备胎换上去 后备胎本身也是个破胎 它那个租车公司租的都是烂车 所以你这个换上去还是个破胎 根本就不能走了 因为你换 都是态度破了 然后最后 要打救援电话 人家从雷克亚伟克过来救你 哇塞 那要等两天才能有人来救你 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 进那种中部去徒步 不是派风光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 因为它没有太大的价值 它美丽的地方 其实它都把公路修到了 你那种野路区的地方 往往不是那么美 那这个就是比较有名的 犀牛石的照片 那这个就是什么钻石沙滩 或者冰沙滩 因为冰岛的所有沙滩都是黑的 我看见过的冰岛的所有沙滩都是黑的 因为它火山很厉害 所以它沙滩都是因为火山岩形成的沙滩 它都是黑的 所以你捡一块这种透明的冰放在上面 然后水花又是白色的 所以它这个黑白的那个反衬的那个效果是很棒的 所以大家就很多人排这种冰沙滩 就黑沙滩的那个钻石的拉 就是冰的那个拉丝啊什么的 那这个是草暴山 我去的时候因为下狂风暴雨 就下暴雨 下暴雨 然后风很大很大 一个人走不了是这个摄影团的团员 就是大家都所有的人都手拉着手 不是手就先后就是手 手走都是勾着 然后一路拉上去 要不然一个人得得得被那风给吹跑了 雨量因为很大很大 所以它原来应该是双瀑布 现在因为水量太大的就形成了一个瀑布 就特别大的点 而且拍也不好拍 因为风太大 就是你站起来 站在这个悬崖边上拍你 你不被吹下去就不错嘛 所以这个不太好拍 那个时候 因为它天气始终是不太好 我在冰岛的运气不太好 我没有遇到特别好的天气 这个呢因为它眼前有一道彩虹这个 这个瀑布也是叫什么众生瀑布还是什么的 这个 anyway吧 反正它是冰岛的瀑布是很有名的 就拍很多的瀑布 那么我的取景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有彩虹 然后前面有些花 这个都是很少的 我用花座前景来拍一个 因为我想拍出一张 和别人拍的众生瀑布不一样的效果 很多人都跑到下面去拍 那个就很大众化 天空是彩云啊什么的那种片 那也比较多 那么我这种就比较少的取景方法 包括我刚才那个犀牛市的取景方法 也是与众不同的 就是和别人不太一样 我就把犀牛市做了一个主题 而且是做一个前景 就前景即主题的拍摄方法 那么其他人是把犀牛市前面的沙滩 一轮一轮的那个波纹 作为那个前景 所以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稍微走点土路进去拍的一个瀑布 那那个土路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进去的车多 这路已经压得比较平了 而且距离也短了 这其实是一个冰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最大的欧洲最大冰川下面的一个 一个山的一个延伸段 然后如果就是如果冰岛因为风特别大 是我遇过去过地方 风最大的一个地区就是冰岛 第二个的这个就是大塔格尼亚的风也很大 那是第二大冰岛第一大 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巨大的风口 因为海上吹来的风在这里形成一个回流 然后转回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风如果遇到大风天 这个地方基本是车过不去的 车过去就得翻了 这个位置一般过不了 你们如果在冰岛看见这座山的时候 就明白这个山如果起风要回 还要路过这座山的话 你就你就等一天再过吧 因为肯定过不去的 那么这也是一个冰岛比较出名的瀑布 我真的是说不出名 但是大家如果喜欢拍风光的人都知道 这个这个瀑布在哪里 那么就 拍了一张暗雕 这里因为天气不好嘛 所以暗雕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前景也真的是脏兮兮的 全是黑黑的石头也没什么美 所以你就把它按了 能看见里面前景有一点一点的石头 知道这个前景是谁 一个黑石头的一个前景 然后呢 因为脏兮兮的不好看嘛 把它按下来之后呢 就突出一下主题就行了 那这个地方确实 很多人会里面再放一个团圆 或者正好有其他的游客在这里拍照 你可以拿它做这个前景也行啊 这种都是不同的构图 另外这个冰岛的那个冰川河流入海口呢 是一个很好的航拍的一个地方啊 这个是航拍大概两种嘛 一种你是坐着直升飞机把门拆了 然后就包直升飞机把门拆了 这个冰岛有啊 当然冰岛我说过的是世界上物价很贵的一个地区 大概我觉得大概差不多是第二 挪威第一冰岛第二 瑞士第三 我是这么人的呀 那么这个是航拍 那么你包直升飞机 你如果不缺钱的话 财务自由的你就包嘛 包一个几个人大家探一探就行了 那么飞两个小时 建议飞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来回都在路上嘛 你飞过去还得二十多分钟嘛 当然你就拍十分钟 它就飞回来 另外一个小时到了 所以我建议是两个小时 那么这个也是 也是那个冰岛的这个 这个这个入海口的那个 这个一个航拍的照片 水面的反射 因为它冰窗河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矿物质 所以反射之后的 光的反射之后 它颜色是不同的 所以就这样 这个也是 这都放在不同的这个 航拍的照片 这冰岛的鲁冰花 也很有名 六月份去的话比较多 我五月我 六月份去的多了 五月份没有去过 不知道五月份开不开 反正六月份肯定是有的 那么这个是西牛市的另外一个角度 拍的那个冰岛的照片 那么北欧呢 总体来说真正的北欧 刚才主要能够拍风光的主要就是 这两个国家一个挪威一个冰岛 然后呢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苏格兰 苏格兰你从地理分布来说呢 你可以把它划成北欧 因为它的整个地貌的结构呢 像北欧的地貌结构 天气呢 也是和北欧一样的天气 阴雨绵绵的 那个很恶劣的天气 那么但是它从文化来说呢 它是人大都是凯尔特人的后裔比较多啊 它就是怎么说 它分高地和低地啊 低地是日耳曼人 高地是卡尔特的 OK 那么苏格兰语呢 基本是卡尔特语 就本地语 不是英语 因为它现在两个国家变成一个国家了 就是苏格兰原本和英格兰一直打仗 打了八九百年 最后就突然成了一个共组联盟 共组联盟 共组联盟的邦国就成了 英格兰苏格兰成了两个国家 但一个国王 那么后来逐渐逐渐的就统一了 但统一当然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故事 那么我们 我今天没时间跟你们讲这些故事 有喜欢看历史的人可以去看 那么苏格兰的总体特征呢 因为它英语连绵 然后呢 因这么一个天气呢 就导致了特别是高地 苏格兰高地呢 它的经济就比较落后 因为你天气太差了 在历史上来说 你就很难搞农业生产嘛 你就很荒凉 人口也很少 所以就形成感觉上地域很开阔 然后阴雨绵绵的那种 很哀玩的那种气质 因为苏格兰的历史也挺悲伤的一个历史 所以就很符合它的人文特别 我觉得 那它和英格兰打了八九百年仗 最后还是被英格兰统一过去了 当然 怎么说嘛 它也有主动的一方面 因为它们破产 就是打那么多年仗 最后还是 还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国格 然后 打的基本也都是败仗 所以是比较悲惨 所以它的整个文化特点 景色都是有点凄惨 有点哀玩 拍摄的用的镜头呢 它主要还是中焦为主 偶尔用下长焦 基本不用广角 就完全可以不用广角 纯自然风光也有 不是太多 因为它拍的海啊 城堡啊 灯塔啊 巨石 其实这些都有人文的特点 就是都有人文的因素在里面 这一张 是纯自然风光 纯自然风光呢 我是用的那个宗教镜头 大概12张照片的截篇吧 截篇的也是 一样 我先给大家看一些种的总景 然后再看风景 就是风镜头的那些 就是单张的照片 单张拍的那种 这个就是我把它称为天涯 就是它有一个灯塔 在一座海牙的 这个海牙在苏格兰高点 在这个海牙的尽头 有一座灯塔 而这一边呢都是 就你们看的 我拍的这一边 它都是悬崖 都是垂直下去的 就劈掉了 这个特别的那个 就是蛮震撼的 龟斧神功 就像刀劈过一样 垂直的那另一边 左侧那一边呢 是一个缓坡 也是可以走人的 所以它这一边都是悬崖 另一边是个缓坡 虽然缓坡的底部 其实还是悬崖 但是不高了嘛 就是没有那么的震撼 没有这个视觉效果好 当然大白天拍了 用了十倍的减光镜 这个也是苏格兰 这个是苏格兰低地的 一个城堡 刚才是高地 这个是低地 但是你看苏格兰的城堡 都是破城堡 有两个原因 一个它常年的和英格兰打仗 城堡呢 一般都是军事公式嘛 就全部给砸烂了 然后呢 一个就是 它老爱 这个海洋民族 喜欢这个海警 都照在海牙的边上 这个海牙呢 不断地崩塌 崩塌崩塌 最后 终于就哪一天 就崩到它城堡了 所以也不能住人了 你必须放弃 你不知道哪一天 你这个城堡就跟着 海牙就崩到海里去了 那里要死人了 所以人家只能放弃了 苏格兰的城堡 破城堡特别多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 角对拍的苏格兰 同一座城堡 一个是从正背后拍过去 一个从侧面 这张是侧面的 那这个是苏格兰 一个常见的景象 它因为苏格兰 有很多的峡湾 也有一些湖泊 然后因为峡湾 深深地从海 北海啊什么的 深深地嵌入了 大陆的内部 所以到底部的时候 它的水面不宽阔 水面不宽阔 它就不会波澜起伏 就波澜壮阔嘛 它水面比较窄 就比较安静 没有风的话 就成了镜面 然后因为我刚才说 苏格兰 包括爱尔兰 它都是雨水 特别多的地方 所以它特别的绿 所以就是非常的安宁 非常的就是 镜面的效果之后 就是非常棒 这种在苏格兰 是经常拍到的 而且也不依赖于天气 像这个也是 英语天派的苏格兰的城堡 那么这个阿联 阿联多那城堡 阿联多那城堡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完整的 这是在苏格兰很少的 它是一个完整的城堡 但其实呢 它是一个重建的城堡 从真正历史上来说 这个城堡是被 英格兰给砸烂了 因为它是在湖 湖的出海口 建了这座城堡 它肯定有防御的性质 所以英格兰在攻打苏格兰的时候呢 英格兰的海军就把这个城堡给轰塌了 轰塌了之后呢 后来两国变成一国了嘛 那又把它又给重建了 这是一个重建的城堡 但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啊 所以很美 它是在一个海湖的街口的地方 但是天气不好 这是一个下雨天拍的啊 然后我就是正面 我正面拍过去这一面是海 反面拍过来是湖 这个也是苏格兰的一个城堡 也是一个破城堡 因为也是经过领祖的这个争夺战 然后这个城堡 因为我们现在看见这个水是一个湖 这个湖成几何时 水位非常的高 就把整座城堡给淹了 所以被迫后来放弃了 后来水位又退下去了 退下去这个城堡又露出来 露出来之后呢 就没有人再敢住了 因为你要费很大的财力物力 把这个城堡修缮之后 不知道哪天又被淹了嘛 所以就 那现在不会被淹了 因为现在有水利工程在前面保护我 所以它不会再被淹掉了 那现在是现代国家的 现代了嘛 就不会这样 那么这是另外一座城堡 这个是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 爱丁堡就是 我特别喜欢特有情调的一个 中世纪古城的感觉 非常棒 这个也是苏格兰高地的一个景象 就是我们拍日出的照片 然后后面上飘着雾 然后对面来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个老外吧 但也不能说老外 因为这是人家的国家嘛 但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人 但是就来了一个白人 在那里拍照 正好从我这里是逆光拍不起 我就把它当一个主题给拍了 那么这个是苏格兰的一个离岛上的一个 一个五个礁石 然后我把它叫做海角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续景点 那么有一些个别的摄影师 从这个悬崖上 慢慢慢慢爬到底下 从底下拍这个五个岩石 也能拍 首先我个人不 就是我不希望人们这么做 因为它必须从悬崖上爬下去 它是冒风险的 因为它没有路的 它没有没有trail 另外一个就是 你真的拍出来的效果 还不如从悬崖顶上拍下去 你能看到这些石头 都是在海里处置的 那个海平面上拍上去的效果就不同了 所以没有这种孤懸于外的感觉 当然人者见人 只者见智 但是不安全是肯定的 这个呢是苏格兰的巨石镇 它这个巨石镇比英格兰的巨石镇还要早 还要久远 那个是最早的那个岛上的原住民的 那个是什么民族我也记不起 但肯定不是我们现代的这几个 不是凯尔特的 那么这个是巨石镇 那么英格兰上面的那些巨石镇 也不可能是这个开尔特人 或者这个就是后来的英国的移民 现在的这个日尔曼人都不会的 那都是古人类的那个遗迹 那苏格兰这种巨石 不止这一些 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 那么怎么建造的到现在也都是个谜 那么这个巨石镇其实很大的 我只是拍的当中比较高大的一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大范围的 好多好几千年以前的 这也是苏格兰的一个场景 那个英语天的一个孤帆在海峡走 这个也是一个城堡的景象 这个是一个夜景 爱丁堡的夜景 这个也是一个城堡 那么这也是一个 这些都是苏格兰的一些照片 稍微时间不够花 稍微放得快一点 这个就是什么哈利波特 那个取景的那个火车 火车的那个 它的取景点在苏格兰 这个也是苏格兰最有名的一个纪念碑 哪个王子的一个纪念碑 那个王子是艾德斯 是苏格兰的艾德斯 我忘了那王子的名字 这我现在记不住啊 那这个军事在海边 在山顶上拍的苏格兰的海边的对岸 因为正好有这个 叶苏光或者丁加尔现象 拍的我觉得挺漂亮的 这个就是那个低地城堡的一个全景图 那这是呢 反正说了苏格兰呢 就稍微说一下阿尔兰 阿尔兰呢 它阿尔兰岛分两个部分 北部的 这个阿尔兰岛的北部的六分之一地区呢 它归了英国了 归了这个大不连迭的 是归英国的 是北阿尔兰 那么南部呢 六分之五的地区呢 是阿尔兰共和国嘛 那么我个人认为 它最美丽的部分呢 就在那北部的六分之一 归英国的北二了 这个是 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是非常出名的巨人路 就是那种玄武园的 全世界玄武园 在一个单一地区最多的 就在这里啊 有四万多个玄武园 组成的一个 那么你们如果去过冰岛的人 在冰岛的那个VIC 也能看到一些玄武园 那那个规模和这个没法比了 那差的太多了 那么这个是派的那个 北阿兰那个巨人路的那个照片 这个就是 同样一个地方的 不同的一个拍摄方法 产生不同的结果 参数我在上面都有 我这里因为不讲技术 我只讲警啊 只介绍警啊 不介绍技术 你们要看参数自己看 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叫 黑暗 黑暗树梨啊 这叫黑暗树梨啊 这个是 这个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是我个人拍的一张照片取经的 这都是有名的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我叫树英隧道啊 这个整个一条路旁边都是 这就是爱尔兰的特点 你开车的时候道路狭窄 然后是顶上啊 两边都是树 反光镜就打着叶片 然后往前走 而且因为苏格兰 爱尔兰 英国整个 再加整个英伦三岛吧 他的这个车都是逆向的 都是左侧为我们大路行的这个驾驶都是右侧驾驶 他都是左侧驾驶 所以有些不习惯啊 因为我是一直去嘛 所以我就我开了多 所以我就我是比较习惯的 我有我知道该怎么开 但是很多朋友第一次去他会很害怕 我也见到很多朋友在这个爱尔兰开车出入 环车的时候车已经面目全非了 全插的 全给插花了啊 因为他的路很窄 这也是爱尔兰的 爱尔兰的一个一块礁石在海里面的 因为天气实在太差 我很少有黑白的照片 因为我本人并不喜爱拍黑白照片 我觉得太严肃 当然你们觉得我们要搞艺术的话 你可以玩黑白 我拍照不为搞艺术 我只是为了快乐 我我对搞搞什么艺术 这太玄乎的事我我没兴趣 这个也是爱尔兰的一个 一个腐烂的一个船 把他当时天气也不是太好 你能看得出几乎全是阴天了 对吧 一点点下光 曝光时间长得三分钟 这个就是 莫多悬崖在爱尔兰的莫多悬崖 不是太好拍也不是太好拍 而且风这个悬崖上的风 特别特别大要小心一点 我以为是在这一张片是在悬崖的 里面拍的我在悬崖边上拍过 效果并不是太好 所以我觉得爱尔兰共和国不是太好拍照片 那么下面说一下伊比里亚半岛 伊比里亚半岛的这个 主要大家熟悉的那个国家呢就是 西班牙 葡萄牙 然后是 还有还有一个很很小的国家 想想 这个 安道尔 这个国家非常小 还有一部分呢是法国南部有一小部分在 在这个伊比里亚半岛的 另外呢就是 英属 资波罗陀 当然对于这个时候 西班牙老跟英国吵架 因为西班牙认为资波罗陀是英国的 是西班牙的 那问题现在法理上来说呢 它是英属 它是属于英国的 而且 资波罗陀当地的 居民呢也也倾向于自己是 归英国官 所以这个 那么总体来说这个 伊比里亚半岛呢是 56万平方公里 挺大的了 在欧洲来说是挺大的 但是 伊比里亚半岛呢 稍微说一下它的历史 它是在 古罗马时 在古希腊时期 它就有一些希腊的移民点 殖民点或者说 就是有希腊文化的遗迹了 已经有了 希腊文化已经传到那里 然后呢 就是布尼战争的 加泰基 大家如果喜欢历史的人 知道加泰基 第二次的这个布尼战争的 加泰基的那个 出发的基地 去攻打那个 罗马 基地呢 就是在 伊比里亚半岛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西班牙那块地区 然后呢 第二次布尼战争 那个加泰基打败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被 罗马帝国给拿走了 所以它又有罗马帝国的 它现在又喝了一层 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程 那后来呢 它的历史是复杂了一点 中世纪的时候呢 伊比利亚半岛呢 又整个被这个北非来的一个叫 摩尔人 摩尔人又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 然后把那原本的那原住民 都是基督教的民族嘛 然后就把他们驱赶或者 但是 总体来说 那个时候啊 就在就是 摩尔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时候 那个时候 总体来说 基督教是一个黑暗的宗教 而那个伊斯兰教是一个光明的宗教 因为它是刚新 新盛起来的 是一个比较开放的 比较包容的 出于领先的文化 所以它有一个包容性 这个时候正是欧洲的中世纪黑暗时期 所以基督教那个时候 为什么摩尔人能够占领伊比利亚半岛 就是很多当地的原居民 虽然他是基督教徒 但是他欢迎 他欢迎这个伊斯兰教过来来统治他们 因为那些人更加文明更加先进 而且当时的伊斯兰教是比较开明的 是比较包容的 你不信伊斯兰可以 你交个税 不用砍头 他就你交个税就行了 所以后来很多人就 那我能生活的更好 我能生活的更文明 我干嘛 更先进 我干嘛 老百姓都是很实在的 你顶上的贵族是谁 跟我没太大关系 后来伊比利亚半岛 就又被伊斯兰统治了 然后伊斯兰统治到 大概一世纪几年的时候 就是大航海时代的 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吧 这个伊比利亚半岛里面 有个卡斯蒂利亚的公主 叫伊萨贝拉和阿拉宫的王子 那都是王国 都是一些当时的王国 那都是基督教的王国 他们两个联姻了 联姻了之后呢 又就 特别是卡斯蒂利亚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王国 所以它的实力是很强的 也是西班牙之母 因为它的那个公主 所以叫西班牙之母 阿拉宫是西班牙之父 所以他们两个联姻之后 又就是号称什么天主教双王 然后就恢复就跟那个南部的那个伊斯兰打 最后把伊斯兰都给赶走了 最后一仗是在格拉纳达 他们就格拉纳达那个王就投降了 投降了之后这个 当然整个过程是打了好几百年了 最后就在1492年 格拉纳达就投降了 投降了之后就整个西班牙的光伏运动 就叫基督教双服运动就胜利结束 那么基本上现代西班牙就在这个基础上就成立了 当然有一个王国不愿意被他们统一 那就是葡萄牙 那么基本上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怎样 为什么要讲呢 因为伊比利亚半岛的风光呢 就是有特别是人文风光 有很多呢 其实就是有很强的伊斯兰的那个遗迹在里面 所以因为它的文化很复杂 当然你希腊的那种东西就很少了 因为它保存不了年份就太久了 既然这座王宫就是格拉纳达王宫 那么是一个夜景 那么也是一个总览图 那么大概是我看到西班牙 所以比较漂亮的一个王宫 那么夜景挺漂亮的 那么这个是西班牙海岸的一个 一个城堡 这些都是西班牙的景色 这个是阿拉贡 这个是卡斯蒂利亚的 这个原来的王国的那是卡斯蒂利亚 这个就是阿拉贡 阿拉贡 那个是非常有名的 这西班牙人也是 他毕竟是西班牙自负 但是其他民族 像我们中国人就不太了解 好像你听到阿拉贡觉得 好像有点熟 但是又那么陌生的感觉 就是阿拉贡 这个就是阿拉贡的景象 西班牙的很多的这个风景的特点 就是城墙特别多 那么它的历史上就一直打来打去 一直在打仗 所以它的城墙就特别多 那么阿拉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它一直在山区里面 为什么伊斯兰就要打到这里停下来 因为它在山里面不容易打 这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城墙 这个卡斯蒂利亚的一个城墙 这个阿拉贡 那么这个就是我拍一下这个王宫 你看它的王宫里面都是伊斯兰的符号 因为伊斯兰的符号就是这种雕像 就是特别好 但是它是没有没有像 伊斯兰是反对这个偶像崇拜的 所以它里面没有什么基督教的那些雕像 但是基督教的教堂 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很发达 那么葡萄牙稍微另类一点 因为葡萄牙衰落的也早一点 那么西班牙有很发达的这个基督教的教堂 那么很美很美 金碧辉煌 我这也不再展示 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打重的东西 大家去西班牙都能看到 那么这些就是比较小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也很美 可以展示一下这个伊斯兰的这种文化 这个也是西班牙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也就是离格拉纳达不远的地方 这个是海岸线 那些伊比利亚半岛 这个葡萄牙的海岸 这种都是 就是这些都是 就现在又回到这个阿拉贡了 这也是西班牙的海岸 但差不多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海岸线 因为伊比利亚半岛嘛 半岛它的海岸线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长位 它的海岸 可以拍很多很多的这个海岸的这个风光 特别的漂亮 但是呢很不方便 因为很多海岸它很偏僻 很偏僻的 你甚至于餐馆都找不到 所以这事有点有点困难 这也是他们的海岸 很有特点 这是他们的城 就是和其他欧洲地区不一样 你一看就是西班牙有它自己的文化特色 或者是葡萄牙也有它葡萄牙的文化特色 那么这些就是 他就是 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我这种有特色的地方 那么 因为不像你好像去到欧洲 每个小镇都差不多那种感觉 你到西班牙的小镇和其他的欧洲地区的 你就差距很大 这些是海岸线的一些照片 我现在看的都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那些照片 这很多东西可以拍的 最后呢 因为时间很紧 今天讲的要快一点 最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欧洲的中心部分 就是德澳 德澳地区的自然风光 人们 德澳你几乎是拍不到纯自然了 基本就是人们和自然结合 或者是纯人们的风光比较多了 那么 应该因为人们风光嘛 还是宗教尽头剧主 其他的为辅 那么 德澳呢 比如奥地利它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阿尔卑斯里面 德国呢 它这个 巴伐利亚 这个自治州 它是在 巴伐利亚自治州的北部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南路 有点拗口 但是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 因为德国 奥地利的历史是非常非常复杂 不简单的 不要认为这很多人什么自古以来 德国自古以来怎么样 你这个话说的就非常离谱 因为德国就没什么自古以来怎么样的 德国就一直在打 很混乱 德国的统一是1870年以后的事 就鸦片战争还是1840年 他在1870年之后才统一了 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个 普鲁士的首相那个是比斯麦威廉一世的时候 他统一了德国 那么之前德国最多的那个自治领的是 多达1800个自治领 自治领 比如有伯爵领地 有公爵 有公国 公就是有国了 伯爵有伯爵领地 甚至一个骑士就能拥有一个小镇 这个地方也是我的地方 我自治啊 你们其他地方过来得给我交税 就是他就特别乱 也就至于因为历史上 德国又是欧洲的中心地区 日耳曼民族和罗马帝国在这个地方长期的开战 最后日耳曼是战胜了 从终结来说 日耳曼是战胜了罗马帝国了 日耳曼是把罗马帝国给灭了 那么之后呢 德国的前身呢 是法兰克王国的 法兰克王国后来因为一风为三 东法兰克王国呢 他是德国的 现在德国的前身 那那也是很早的一个前身了 那个是大概公元八九四年 还是什么 那个凡尔登条约 把那个法兰克王国分成三等分 然后就那个 因为他们这个日耳曼民族 有一个文化传统或者说文化特色 跟我们中华民族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他们是诸子军分 他们就是你有 比如老爸有 比如这个法兰克王国 老爸有三个 有很大的一片国家 包括现在的法国 意大利 德国 奥地利那些地方 都是当时的法兰克王国 他老爸死了之后 他有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就得军分 就变成三个国家 你这样这个封下去之后 所以后来他的领地特别的多 那就这样 因为他是诸子 中国人是长子继承制 是世袭 长子是世子 是世袭的 那么 欧洲他想改过 法兰克王国的 曾经那个也有国王 想改过这个制度 但是不行 因为你 你违反了你本民族的一个文化 所以改不成功的 所以诸子军分就形成了 德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分裂的 虽然曾经有些什么神圣罗马帝国 哈普斯堡家族的什么奥匈帝国 你想奥匈帝国其实他偏于义偶 那么最强大的是 日耳曼民族当中的两个子族 一个是萨克森族 一个就是法兰克族 他们在德国就打得很厉害 然后王位他们也轮流 那么到了比较近的历史之后 就是普鲁士 这个条顿军团建立了一个国家 叫普鲁士 普鲁士当然他的历史发展的 也很复杂 但终究是在近代里面 他就成了一个二流的 从一个末流的小地方 变成一个二流的国家 然后逐渐逐渐又通过 军事和外交的手段 然后最后终于统一了 德语区 排除了奥地利之外的德语区 这个才形成了现在的德国 他很复杂 然后现在的德国呢 你们现在知道的德国呢 他又没有普鲁士 所以就叫奥地奥在这里 二次大战之后呢 这个普鲁士就原本最早的 条顿军团建立的那个国家部分 那个土地都没了 都归了波兰和苏联 就现在的俄罗斯了 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丘吉尔 还是斯大林 都是说德国的这个战争的根源 就是普鲁士 普鲁士是一个罪恶 必须把普鲁士拿走 所以普鲁士就从德国里面 但是西半部的那个后来的 比如这个柏林娜什么的 还是剩下的 因为柏林娜本身不是最原始的 普鲁士的一个发源地 因为条顿军团的那个创始的普鲁士 是在波罗的海旁边 比较复杂 所以大家不要一说德国就说的好像 历史上德国就存在 不存在 德国1870年之后才存在 而且1870年的德国 比你现在看到的德国要大得多得多 我们现在看到是二战以后的德国 很多土地都割了 该给丹麦的给丹麦 该这个 该给什么波兰的给波兰 该给利陀瓦 就给利陀瓦还是哪个国家 所以波罗的外应该是利陀瓦吧 该给俄罗斯的给俄罗斯的 该给法国的给法国的 都给割掉了 现在的德国是不那么大了 不是那个统一 刚统一的德国 但是德国也不是你们想象的 只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 德国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 尤其我个人更喜爱的是 东德那一部分 因为东德那一部分 他在二战之后 他被苏联统治 他被苏联统治 他工业不发达 相对落后 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就比较完整地保存了 一些中世纪的一些东西就下来了 不像西德 西德很多地方很发达嘛 就很现代 如果就是西德的大城市 真的没有什么味道 你一看就这么回事 特别的繁华 特别的钢筋混凝土 而且像包豪斯那种风格 在德国占据统治 西德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你要是去了德里斯顿 东德部分 你就说哇很美 它就保留了很多中世纪 古的那个日尔曼的那种风貌 因为我是蛮喜欢 当然每个人的喜爱不同 那么这个 这张照片当然大家很有名 这个新天堡宝是巴伐利亚的 它是在那个阿尔卑斯山的三角巷 这个是在阿登 阿登的那个 一个城堡 名字我也叫不出来 什么这个也是 反正都是在德国的城堡 因为德国为什么城堡多呢 因为他历史上一直在混战 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他 反正他总是在打仗的 而且德国呢 还是盛产王 这个很多国家的国王都是 都是日尔曼的 都是从德国生产的 包括你们现在的 你看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现在这个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的祖先是 源自于萨克森 是德国人 他的祖先最早去英国的时候 不会说英语 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 这个君主立宪 只能完成的一个道理 你好你国王不会说英语的 国会都是说英语的 国王都不愿意去国会 我跟你们搞什么 要通过翻译来翻译 没空 没空你就等于把权力都给下放了 下放给谁 下放给一个财政大臣 就是后来的首相的 叫首席财政大臣 后来就产生了一个 名称叫首相 逐渐逐渐演变而来 那么就是 当然后来因为 二次大战的原因 他们就不能再叫 我是萨克森的人 二次大战英国和德国是仇敌 所以就改名了 我们是温沙 温沙这个王 温沙王朝 其实不是 他们最早都是萨克森的人 所以德国的这个城堡特别多 因为城堡都具有 这个战争的这个作用 这个也是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教堂 冬天的景象 巴伐利亚的 OK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东德的那个德里斯顿 德国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德国的那个哲学家 思想家出了很多 还有音乐家出了很多 德澳地区整个就是一个音乐制度 这个是秋天的一个东德 这个是巴伐利亚 巴伐利亚它不是本德 巴伐利亚属于西德部分 那么最有名的这个工业产品 就是BMW 巴伐利亚 B就是巴伐利亚 这个也是东德的一个水景 那景靠着波兰的 这个也是德里斯顿的 这个都是就是东德的秋天的景象 我个人是 你认为我秋天哪里最名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德国的秋天 我觉得德国的秋天特别的名 尤其是东德 非常非常的棒 这些都是德国的景象 大家看一下 这个城堡我记得叫 赫能索能城堡 这是德国 那个统一德国的国王家族的那个城堡 国亨索能 这些都是德国的 这个雕像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是在德雷斯顿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教堂 这个雕像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宗的那个创始人 马丁路德 他是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德文 这个在历史上是有巨大的贡献的 创业马丁路德宗的那个教派 就是新教的教派 他就破坏了原来的天主教在那个 这个 这个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统治挑战吧 不叫破坏 挑战了他们的统治地位 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又印刷树刚从阿拉伯引进到 到欧洲 然后就是大家都能印刷这个德文的那个圣经 然后就不用再天天听你这个 这个教堂里的牧师的神父的解说 我自己看圣经 我自己能看懂 因为我中欧地区都是说德语的 因为这就推动了一个文化的发展 它不仅仅是推动了一个宗教的发展 也是一个文化的发展 另外 当然也引起了很大的战争 因为欧洲的战争 大量的都是宗教战争 那么这新教和天主教就发生了很强烈的战争 这个另说 但是他还是对历史是有贡献的 所以就拍一下他的这个教堂 这个也是东德的一个城堡 然后天鹅做前景 你想这种照片 你如果不是手持的话 你很难拍的 因为你驾完三脚驾到天鹅游到哪里去了 所以说有些时候手持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是这个 当然大家记得新天鹅宝吗 我觉得德国有很多照片都是以天鹅做前景 当然德国人真的很喜欢天鹅吧 那这个是那个山底下的一个囚犬 这个是奥地利的一个 哈尔斯塔镇 哈尔斯塔这传的神乎其神的 这个世界最美小镇 非常夸张的 我刚才展示了那么多照片 很多镇都比哈尔斯塔特漂亮 那么哈尔斯塔这也是很美的 这个是肯定的 在阿尔卫斯山下 但他 他以什么出名 他是盐矿 他在欧洲原本非常出名 因为他是一个古老的盐矿 两千多年前 他就在深山里采盐了 这个才是哈尔斯塔特出名的 这个真正的这个文化 人家欧洲人去哈尔斯塔特 不是看这座教堂的 教堂遍地都是 人家是参观他那个 两千年前的这个山里面的 一个盐矿 山中的盐矿 这个是就是卡拉扬啊 什么莫扎特的故乡 在奥地利的 这些都是奥地利的 这些都是奥地利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的 不叫最重要的国家 反正拍风光来说比较张 为什么东欧不太介绍 因为东欧是个大草原 我刚才说过 相对来说你能拍摄的主题少 那么所以就不太介绍 主要介绍的是中欧 北欧 西欧的风光 包括南欧也有 南欧我主要介绍的是 那个意大利和伊比利亚的 就是亚平林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 那么巴尔干半岛 我本人也 我是去了那个斯特尔尼亚 那个克罗地亚应该也不错 但是我还没有去 所以没有办法介绍 这个很抱歉 那么你们可以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今天给我介绍一下欧洲的风光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感谢张婷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视觉声音 非常精彩 现在大家要是提问的话 可以unmute你的那个microphone 张婷老师这个chat里面有些问题 我先过一下好吗 有人问 有人问说你用这个 张婷老师 use one third to one second speed so do Mr. Zhang use a tripod to take a picture 你刚才也说了都是手持 绝大部分都是手持 没有没有 这是我这个刚才照片里面 因为我所有参数都在上面 我如果没有标注是手持 那就是三角架上拍的 所以说我说手持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吧 那么三分之二还在三角架上拍 因为很多有长曝光 你是不可能手持拍摄 要红的嘛 要抖的嘛 然后就是光太弱的话 你也不能手持太少 因为曝光时间也会加长 所以曝光时间要短 短于我个人来说 比较有把握的是一百分之一秒 就是你二百分之一秒 三百分之一秒都无所谓 但是你如果什么十五分之一秒 五分之一秒 或者是几秒钟的照片 你肯定要三角架 那不可能是手持的 下一个问题是 张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 长焦 中焦 广角的定义 长焦一般 就是都是从焦段来说的嘛 长焦一般就是 我们个人标准的中焦是五十毫米 但是因为我们拍分光的人呢 都是变焦镜头 所以从七十毫米以上的那个焦段 比如七十到二百的 那个就是长焦镜头 那么你说你是六百毫米打鸟的 或者什么一百五到六百 一百五到二百到五百的 那些都是长焦镜头 或者一百零五到四百 什么这种镜头都是长焦的 广角的镜头呢 一般来说是三十五毫米下面的 三十五到十五到十六 或者十四到二十四 十一到二十四毫米焦段的镜头 都是广角 那么中焦呢 也叫标准镜头呢 就是二十四到七十那一段 那么其实三十五到二十四那一段 也是广角的 那么只是你变焦镜头呢 因为很多变焦镜头 它就是从二十四到七十 这一段都是变成一个标准变焦 或者叫中焦变焦镜头 下一个问题是张老师 多张竖拍接片最广 大镜头是多大才不积变 你多张竖拍的话 其变了多少是有的 你如果用广角镜头的话 比如你是二十四七 sorry 二十四 十四或者二十四 二十一到十一的话 那种镜头呢 要看着你尽量要多包括一点 但是我个人因为你是数着拍 我一般就会用二十四来拍 因为这样它的即便是最小的 如果你是二十四七十的话呢 因为就完全看你 你可以选二十四 可以选 那个三十五或者二十八都可以 但是你不太可能选到七七十段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你是数着拍 所以你的主题一般都在当中 不是在两边 不是在天或者地上 所以变都是变在脚上 四个脚和天和地变形变得多 中间变得少 所以你竖起来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不让它变形 越广呢 它你天地就越多 当中就越少 这样它的变形都变在天和地上 你的主题是不太变形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 下一个问题是 张老师您很多照片都有减曝光 一到三档 主要是通过降低ISO来减曝光吗 减曝光是因为照相机上 有一个设置叫曝光补偿的一个按钮 也就是它是 是不是一个加减号 一个加号一个减号的按钮 你按住这个按钮 然后拨拨盘 一般是往右拨 它是增加曝光 往左拨是减少曝光 往左拨一格是减少三分之一 往左拨三格是减少了一档 往左拨六格就减少了两档 往左拨九格 它就是减少了三档 那么这个要分 因为我用的很多是尼康相机和富士的那个中画幅的比较 拍的比较多 所以减曝三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佳能相机的话呢 要小心佳能的宽容度是不如尼康 所以加荣加能的话 所有的照片都是有后期的这个 我不知道它这个 没有后期这个 Photoshop 我后期一般也都使用Photoshop 你用Lightroom或者Camera也行 但是那个比较粗糙 那个叫编辑 但是我所有的照片肯定都有后期 不会没有 下一个问题是 我有个问题 我提的这个问题是说 你给我们的参数是原始参数 还是经过Adjust 假如说你在后期增加减少 这个有没有加在你的参数里面 我给你们的参数是原始参数 因为你后期怎么修片 你的原始参数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后期当然有一个 我们就要说的叫光影重构 因为就是光影 比如我拍的都是欠曝光的照片 应该很黑嘛 我给你看的照片都很明亮 或者说明亮度是正合适的 那么所以说光影结构是 重构的 这叫光影重构 那光影重构它也改变不了 你拍摄的时候是欠曝光 那么我欠曝光的主要目的 我再说一下 我欠曝光的主要目的是 不想让照片有过曝部分 因为过曝的照片它是 从后期它是没有办法 修正拉回的 但是我欠曝的部分 我后期是可以提高的 我提高亮度之后 它欠曝的部分就亮了 细节也都出现了 那么唯一的就是一个噪点 是不是会有噪点 我说的这个不同的相机呢 就不一样 那么尼康啊什么的比较好 佳能稍微弱一点 谢谢 下一个问题是 您最后有一张照片 是长曝 但又用了十倍减光镜 能介绍一下 为什么用这种组合吗 因为首先你不用十倍的减光镜 它肯定就不能长曝 因为那个时候 我相信我那张照片 是苏格兰的一张照片 那个就是我说的天涯 苏格兰既有天涯又有海角 那张照片我把它取名是天涯 就是一个灯塔的 因为那个时候太阳是从我的 我的背 就是从我的右侧照射到我的左侧 然后我的左侧是这个悬崖 我在当中 所以有阳光的 有阳光照在海面上 有阳光照在悬崖上 有阳光照在那个灯塔上 所以亮度是比较高的 太阳还没有下山 那么海岸海浪海嘛 它是波浪起伏的嘛 所以我不喜欢那个海面 到处都是波浪的状态 就是快曝光的话 海面就是很砸碎 那个细节就太过丰富了 那种就是画面很不完美 因为我们摄影是减法艺术 不要那么多的细节 那个成千上完的海浪受不了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海浪抹平 那么曝光时间越长了 它能把海水抹得越虚幻 越平 就变成是一个 就变成一个元素 而不是千万个元素 那么符合一个减法艺术 这所有的艺术里面都有这个减法艺术 就是都有这个减法的概念在里面 不单是摄影 画也有这个原则的 这不是一个 它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用了十倍的减光镜之后 就使这个曝光的时间加长到 有可能一分钟两分钟这种长度 因为它本身的光很亮 不暗 太阳还没有下山 我们说这个解释能不能明白 因为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因为光太亮你就需要减光镜 然后你用比如五倍的减光镜 六倍的减光镜 它减光不够 它有可能爆出来 还得一两秒钟就结束了 那你要爆出三十秒钟以上的那个长曝光的话 你就需要十倍的减光镜 就非常暗的减光镜上去 非常黑 才能爆出长曝光 现在这个chat里的问题已经都已经过掉了 现在大家有新的问题的话 可以unmute然后直接问 我有一个问题 张老师请问一下 我看你的照片有的拍的那个远景风景 是用的大光圈3.5的大光圈 那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决定设置光圈的大小 怎么一般拍远景 好像是要用光圈小一点 但是你用的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光圈 这张照片肯定是手持的 因为有各种原因 使我没有办法带着设备 就是带着三角架去拍 我知道是哪一张 是苏格兰的那张照片 因为苏格兰的那个道路非常狭窄 我没有办法看到的这个风光 我就停车立刻拍 我得把车停到我能停的地方 然后我得走回去 那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 你如果告诉我说过 那个道路很窄 你不能随意停车的 你会把路堵 所以我就背不了太多的东西 另外这是个大白天 还有呢 就是这个拍的位置很远 它跟我是隔了一个湖 我用的是长焦镜头 长焦镜头本身它就不讲究景深 它有景深压缩的效果 所以我只要我拍的这个手不抖 因为很远嘛 都是无穷远的嘛 不是说十米以内 也不是说二十米 那最少要离我是一百米 或者两百米三百米以上的距离 所以你这个三点五的光 三点五的光圈和十一的光圈 拍出来的景深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的 都是全清的 因为我的镜景是湖面 和这个湖面是安静的 就是镜子般的 所以它不存在这个景深的这个问题 你用的镜头也是 那么景深控制的三元素 我跟大家说一下 景深控制的三元素 第一重要的是射距 也就是拍摄的距离 也就是被拍摄的物体 到你的焦平面 也就是你的CMOS的距离 这个 这是No.1重要 这是第一重要的 一个是射距 第二重要的是你的焦距 就是你用的是什么镜头 比如你用广角镜头来说 你一米以外就全清了 你用这是刚才我用的长焦镜头来说 你最少要十米 甚至于二十米以外 才能达到全清 那么 最后一个才是光圈 光圈拍的就是你这个照片 就是你弱还是实的一个区别 光圈对景深的影响是最小的 OK 光圈对画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就是你是比较弱 就是我们说这个照片拍的很肉 那就有可能是大光圈 或者是过小的光圈 而造成的照片比较肉 那么比较好的 比如八光圈 十一光圈 十六光圈的 当然十六光圈 一般是指你是 最大光圈是四的镜头 十一光圈是最好的 最大光圈是二点八的 八的光圈是最好的画质 它是对画质的影响比较大 OK 那你这种是 你现在 我现在那种照片就是 你要就拍到 要就拍不到 你不用那么大的光圈来拍 你就拍不了了 因为你 我怕我手不稳会抖 我用八的光圈是很好 但是曝光时间会加长 我手持就会不稳 就是你拍到和拍不到之间 我选择我要拍到这张照片 拍到了之后 如果不行 我可以不要 行我要 但我看下来行 三点五没问题 我的光圈最大是二点八 我调到三点五 稍微给了一点点余量 但是我拍下来全清的 而且非常的锐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主要的问题是 射距很远 射距很远 就导致的景深 是不会有问题的 你就像拍星空 你光圈都是二点八 你也没有问题 你拍银河 你光圈都是二点八 也没有任何人来问你 你拍银河 用光圈二点八 你怎么能拍 你怎么会这个画质有问题 没有人可以提这个问题 因为你射距是很远的 是吧 就是就很简单的道理 都一样 谢谢 非常感谢 大家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吗 张老师想问一下 用节点拍摄 接片的话 用多少焦距比较好 因为我看您拍的 前头 它毕竟要有一个变形 刚才有一个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你说的用接片的这个 用多少焦距比较好 你大概说吧 如果用非常简单的 只能一个数值的话 24比较好 因为不管哪个镜头 不管你是21 24 16 24 还是24 70 你接片的时候 你都24比较合适 那么其实是因地制宜的 它没有一个太大的规律 就是看你取景能把它 因为你竖着取景 你可能把它放在当中就行了 而且你的如果两张照片的重结率高的话 你是不怕它有多大的变形 变形都是变在四个角落 有边缘上 如果你是中间都在接片 比如你有50%的重叠度的话 你是不怕那些变形的 因为你重叠的地方都已经 都已经不存在变形了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张老师 那个就是减曝光的时候 就是减那个曝光补偿几档几档 如果要用滤镜 您觉得会好吗 还是就是说这个效果好呢 这个是两个概念 减曝光是曝光补偿 就是正常的曝光 比如说是18度灰 那么你减一度曝光就变成17度灰 你的照片就暗了 OK 那么减光就你减两档变成16度灰 就16%的灰度 那么就是你就更暗一点 这张照片你拍出来就很暗 比较黑暗 看不太清比较暗比较黑 和你上减光镜是两个概念 上减光镜是你肉眼看比较暗 但你可以通过增加曝光的时间 把这张照片拍亮了 如果我不减曝光 就是我上了减光镜 但是我曝光补偿归零 我不减曝光 那么这张照片拍出来是亮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在光圈固定的 比如我光圈是11的时候 我把曝光时间原来如果没有减光镜的话 这张曝光时间是一秒钟 我加了减光镜曝光时间变成10秒钟 我把这张照片就给拍亮了 我加了减光镜也能把它拍暗 那我加了减光镜 我维持一秒钟的拍摄 那么这张照片就暗了 如果你这张照片是光圈优先拍摄的话 你的增曝光 减曝光就曝光补偿 你始终归零的话 你减光镜上去之后 它自动就增加了你曝光的时间 所以你曝光 从原理上来说 你拍出来照片的亮度是不变的 你加了减光镜和没加减光镜 拍出的照片亮度是不变的 是时间变了 也就是说比如你拍的海平面 你没加减光镜 这个海平面是碎面的 就全是波浪 你加了减光镜 这个海平面就是平面的 就是像一张布一样的 是丝滑的感觉 是这个区别 它和暗明无关系 和明暗有关系的是 你是真曝光 还是归零 还是减曝光 那个呢 它是让你是18度灰 还是17度灰 还是16度灰 还是更亮的19度 20度 这个意思 那个是伽玛曲线当中 取的一个18%那个点 这个点叫18度灰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曝光的 一个归零的值 这个是这个概念 当然你要去学习一下 伽玛曲线的到底什么概念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再说太多 因为伽玛曲线 给你解释一下 它是符合人眼的一个 人眼最明暗的敏感度的一个 一个曲线叫伽玛 一般叫2.2 它那个就是2.2的一个 密函数的一个曲线 就是这样 能理解就理解 不能理解我 只能说到这里 要再说半个小时 就专门说这个事 你变成一个 一个一个物理学的问题 也不是物理学反正是有一个光学问题吧 规物理 谢谢 张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就是说你在拍街片的时候 如果是 这整个场景的这个光比比较大 你那个是用自动拍曝光的 还是在根据不同的光比 每一张照片是增减曝光的 这个光比比较大的照片 你肯定是剪 就拍风光 我首先你先说清楚 拍风光不是拍这个动物 我现在也拍鸟 有些鸟 你要增曝光的 在光比比较大的情况下 但是拍风光 我们前提是在拍风光的前提下 你在光比比较大 你肯定就剪曝光 我要保持 因为光比比较大的风光片 一定哪里最亮 天空最亮 对不对 那如果是日出日落 或者说是逆向的 就是逆光 太阳从我的正前方出来了 正在我镜头里面 我镜头里面有太阳 那么光比肯定很大吗 对不对 太阳最亮吗 我前面那些地面就比较暗 或者如果有一个阴影面 那个阴影面就是全黑的 光比很大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还是通过前曝光 然后只要那个云的颜色不过曝 就是云如果有颜色 比如这个云是粉红色的 这个云是淡紫色的 这个云是金色的 这个云是橙色的 我要把这个颜色拍出来 这是标准 你不要把一个橙色的 金色的 或者这个黄色的 或者淡紫色的云 拍成白色的 那就没有意义了 你没法恢复的 你后期恢复不了那些颜色 那你必须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 然后那些暗的地方就暗了 然后过去的那个 就五六年前 你可以通过那个包围曝光 就是我最暗的把它拍下来 云拍了正常曝光 云的颜色也有了 然后我再拍 逐渐把地面 把最暗的部分也给拍亮了 然后后期通过这么光银蒙版 这个Lumen Mask 就把它刷刷刷刷出来 一个就是 这叫曝光合成 曝光合成把它 通过后期把它刷出来 那么这也是一个拍摄方法 那么这个 我说这个 这个后期是很难的 实话实说不容易 就是易学不易懂 就易学不易经 你能把它学会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 把它精确使用 或者说精准使用 易学不易经的东西 那么现代的 因为后来 因为科技不断的发展 照相机的技术 不断的发展 那么它的宽容度 越来越好 所以你就拍一张 欠曝光的照片 就像我现在大量使用的 一张曝光 但是这张曝光 在大光比的情况下 一定是比较暗的 前景是黑的甚至于 然后呢 但是我的云彩 一定是带颜色的 在这种照片 我后期呢 把那个shadow 或者阴影部分 把它提亮了 然后把曝光度 也能提亮一点 把highlight压低一点 然后就把高光压低一点 这张照片就 就叫光影重构 就我后期通过光影重构 把这个光影的关系 重新布局到 我肉眼看到的关系 那么这个是一个 蛮高级的一个过程 但是其实也不难 更好的是把光影的关系 布局到是我需要的 我想安排成这样的一个光影关系 我把它布成这个关系 那光影重构 能够重构到是你理想当中的状态 那是最好的 那都是通过后期来完成的 因为后期电脑能够计算 因为电脑的每一个颜色 它都有三个部分 一个摄像 一个明度 一个饱和度 通过这三个 它有每一个部分 它有两个数字 两个数字来代表 那么明度它有两个数字 通过这两个数字的变化 它能知道你这个颜色的 是多暗多亮 你要把它一提亮 它就提亮 它把这个颜色就给提亮了 或者就给压暗了 所以用电脑计算 来调整光的那个光比 调整到你需要的光比是最好的 也是很科学的 很自然的 而比你那个什么曝光后期 就用光影门板来刷回来 要好得多 你那光影门板刷出来的 往往刷出来 很虚这张照片 很奇怪 很透明的感觉 不容易掌握 明白这个张老师你说的 我是想问 就是说 比如说你拍接片的时候 整个一个场景从左到右 如果从左边非常比较暗 右边比较亮 那你说你拍 比如说你拍十张 这十张的时候 你的曝光参数是按自动来调的呢 还是你根据光和暗 来手动调节这个曝光参数呢 这个是这样 你拍接片的时候就比较复杂 我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是手动的话呢 你同一套参数 比如这张战篇 就像我有一张照片 是苏格兰的照片 它左边有太阳 而右边只是 一个几块巨大的岩石 那么如果是手动 用同一套参数来拍 用手动吧 你一套参数不变了嘛 就是M档的嘛 那么你会把这个有太阳那一端 你就会把它拍成过曝了 然后那个岩石那一端呢 拍得正好 因为正合适 那么当然主题正合适更重要 太阳过不过曝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主题是要拍的一定要不过曝 一定是正好的 而且主题那个地方正好是一个侧光 容易拍得正好 那问题你一接篇 你就出来左边是过曝的 右边是正好的 那么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尽量我是用光圈优先 因为光圈优先 你比如我在简报光几档 我是光圈优先简报光三档 或者简报光四档 在张照片我是简报光四档 简报光四档的 拍出来是什么结果呢 就是太阳那一部分呢 不过曝 就太阳肯定本身过曝 但太阳周边的地区 也不是很过曝 然后整个画面是可以的 然后拍到右手边 那块巨石的地方呢 很黑 那个就是拍出来都可以 你接完之后 你就就是 因为它每一张照片 它都是按照18度灰在拍 那尽量的调整到 这张每一张照片的明度 都是18度灰 就是明度是一样的情况下来拍摄的 当然还会有一点点的差距 你可以在合成之前 在lightroom或者camera里面 稍微把曝光度 每张曝光度稍微协调一下 也行 也可以你直接先去合成 合成完了之后 再做一下光影重构的这个步骤 也可以 这两个步骤都 就是你可以先合成再做也行 可以先做再合成也行 没有问题 但是总比你一套参数从头拍到底的要好 一套参数从头拍到底 那你的这个光是不平均的 因为你是你参数是恒定的 而不是明度是恒定的 我要求是明度是恒定的 参数是变化的 OK 好 谢谢 张天老师这个chat里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有人问说 您是想 我是想问您在光圈优先情况下 你是通过ISO还是快门速度来补偿曝光 你大部分ISO都比较低 是预先设置还是曝光补偿调节的结果 这个光圈优先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我ISO都是固定的 ISO如果是64就是64 就是850 尼康D850就是64 如果我是加那个负式的话就是100 那么有可能我会像尼康的800的话 或者能最低到50 尼康D850最低能到31 那是ISO都是固定的 所以变化的只是曝光速度 在光圈优先的情况下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我想问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 这个你减曝光之后呢 这个后期你可以把阴影提亮 但是提亮之后呢 这个噪点就会很明显 然后呢 如果你在那个去噪音的话呢 那么又会损失细节 这种矛盾您是怎么解决呢 OK 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 这个要分两部分来说 首先大部分的照片 减曝光之后再提亮 比如日出日落的照片 减曝光再提亮 它是没有照点的 那么这个是在就是复杂的这种风光环境里面 它是看不见照点 不是说完全没有 有但是因为你拍摄的 比如你前面是岩石 后面是海浪 再后面是什么彩云 OK 你看不见照点的 这些照点全部在细节里面 然后这些细节又跟你前景啊 主题啊背景的细节重叠了 是没有照点的 这就是我说的宽容度的问题 那么不同的相机宽容度不同 那么就很麻烦 比如我说尼康850 你减曝光五档在日出日落 我要再说清楚 前提是日出日落不是夜景 在明亮环境下 你减曝光 就刚才那个另外一位朋友问的 大光比的环境下减曝光拍摄 大光比就说明你的光线很亮 阴影很暗 因为前提就是光线很亮 才形成的相对来说阴影很暗的 这情况下 才能出现这种大光比环境 你的减曝光 在这种情况下 尼康相机你减曝光几档 都850的话 减曝光三档 一点四档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提起来 它是没有噪点的 那么说我在夜景的时候 我把它还减曝光拍摄 不好意思 夜景的时候 你就是真曝光拍摄 你都可能产生噪点 你不要说减曝光拍摄 但是不可以 夜景它暗 你就把它拍亮才行 就必须通过很长的曝光时间 把它拍亮 你只要是拍的 它本身都是暗的 你再拍的更暗 你根本是提不亮的 你硬提都是噪点 但是问题 比如像有些像 像佳能这种相机 它的宽容度比较低 你一提亮 像夜景 你一提亮 不光是噪点的问题 它CMOS上面 一点一点的 那个CMOS的格子都出来了 那你就没法用了 就废偏了 根本就没办法处理的 那整个一看 这张照片 就是一张CMOS的照片 整个都是CMOS 一个小格子都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说明它没有好的宽容度 它的技术不行 那么两种一种 你说我不用佳能载相机 那么我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你知道佳能相机就是这么功能 那么你可以尽量避免剪曝光剪了什么 我说5D4你减两档是没有问题的 5D3你减一档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么你可以把佳能相机升级就行了 不用淘汰 因为你淘汰连镜头一起淘汰 那么而且很多的 这个很多的时候 它也不用这么个减法 比如你拍这个是逆光的照片的时候 你就需要 你哪怕减了三档 比如5D4你减了三档之后 你最后进行降噪 那么噪点大多数在哪里出现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噪点大多数是在一个 一个环境 就是比较单纯的环境下出现 比如这个云的细节不丰富 但是又有云层 那么天空比较容易出现噪点 那么你就对天空降噪 而地面如果有岩石的话 大多数噪点你是看不见 因为它和细节重叠了 你看不见了 那么你就对云层进行降噪 那个云层降噪之后 它肯定就画质就很弱 它就没有那么那么锐 问题本身就是云 你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东西 你降噪的它也是模糊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 所以它对本身相机的要求还是不一样 就是我个人就是 你5D4以后的佳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么尼康你800以后的也没有太大问题 800简报三档不会有问题的 当然我说的都是日出日落 夜景我说过夜景你必须把它拍亮 不管你是什么相机 你把它拍亮才行 那么当然了 你如果我说也有区别 比如我说我那个尼康和佳能不同的相机 我去拍那个星空延时 那就很麻烦了 因为星空延时 你不可能对着前景一直进行曝光 那么你尼康相机拍出来的星空延时 你可以后期把前景提亮 是有照点 但是这个延时摄影的照点 不用去在意 因为观众只是看变化的东西 那个固定的前景 它是不变的 那些照点观众不会看到 因为它的注意力完全不在照点上 它都在星空上 然后佳能就不行 你不能体量 一体量你这个CMOS的格子都出来了 那怎么办呢 而且那个是最新的佳能相机 都会提前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你就不要再提亮前景 你提亮就 你前景就是黑了 你就不断地给前景补光 那就比较累 你每次拍的时候 不断地 那你照片那个前景 就一会儿亮一会儿 一会儿亮一会儿 因为你补光不可能 每张照片都在乎 因为你的拍照是 你拍那个延时的这个东西 你一拍拍几百张 你不可能几百张一直在补光 所以我就成了这个情况 这个是不同的相机 不同的拍摄环境 我首先强调降噪拍摄法 一定是大光比 也就是在明亮环境下的拍摄法 它不是一个黑暗环境的拍摄法 明亮的东西拍暗 黑暗环境一定要拍亮 而不能提亮 提不亮的 提亮都是照顶 谢谢张老师 这个尼康最近 他有一个新的曝光模式 测光模式应该叫 就是说点测光加上仿意书 这种呢 就是很大程度上呢 有点像您经常拍风光 要降减曝光这种效果 有的时候呢 我在实际使用中呢 就发现呢 它这个暗部呢 因为它要保证 那个明亮的地方不易出的话呢 暗部就会这个就是 就是说是这个欠曝 比较厉害 然后再提的时候呢 就会这种情况 比如说像在人像 你要是人一个戴着帽子的话 那么脸部的阴影位置 就如果提亮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噪点出来 我是这个原因我的问题 这个 那你首先这个前提已经在改变了 就是说你不是拍风光 你这个前提是明显的 你是才拍人像会出现这个问题 人像和拍动物比较类似 往往需要真曝光 或者就是正确的曝光 那么不同 因为你的主题不是井 你的主题是人 那么你背后的风光 或者你背后的天空什么 也不能叫风光 就是你的背景有过曝 不好意思 你不要去管它 你人没拍好 你这张照片就直接就废了 就跟我们拍动物也一样 你如果拍一只鸟 你鸟没拍好 我把天空的云才拍得很漂亮 你是拍风光还是拍鸟 你主题一定要明确 所以你这个是所以另外一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就是我是在拍人像 人像的情况下 你不能太多的考虑你的背景问题了 你主要考虑是你的人像要拍得好 你在帽子下那一部分的阴影 不能有这个强烈的噪点 一点点的噪点没有问题的 因为降噪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磨皮的过程 你可以通过降噪去磨皮 你就把皮肤磨得很光滑了 对吧 因为它细节都没了 皮肤就很光滑 但是你不能噪点太大了 你不能把皮肤整个弄成一个像大纸板一样的 没任何光的感觉 或者那个就不行了 所以你这个是拍人像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拍人像你真的不能考虑环境又怎么样 环境差不多就合适了 尽量来把环境补回来就行了 甚至于你可以用一种合成的办法 就是我把环境拍一张背光的 就是一个像一个背板一样 我把环境拍完了之后 我后面就拍人像 整个人像你可以在这个环境上换一换就行了 刷一刷擦一擦 把它擦回来就行了 就是你用另外一张照片做背景 刷一刷把那个换回来 这个有点像曝光合成的概念 但是你拍人像你必须以人为主题 环境过报了 who cares 你人家看你这张人像只看这张脸 看这个身材 看你的仪态 看你的气质 没有人看你的天空 天空是who cares 好谢谢大马斯 张老师问你一下 就是索尼A7R的宽容度怎么样 跟D8有点别 我不知道 我没有接触很多索尼的相机 当然我学生是有很多人用索尼 反正最新的都听说拍动物说不错 但是我不知道他拍风光怎么样 因为我的学生当中用索尼的手 A1 你那个型号我也不清楚 那个A1的 因为我过去就知道拍索尼 就索尼因为它是 就跟我现在用的富士一样 它全是电子的 取景器包括那个显示器全是电子 就是用电量特别大 所以这个拍冬天的风光什么 就会出现困难 除非你带特别多的电池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 然后索尼的宽容度我没有注意 但是同时也没有人 没有人跟我抗议 就是我的学生当中没有人说 用我这个拍摄方法 欠曝光的拍摄方法 拍风光是因为索尼相机 而产生很大的噪点 产生很大的困扰 没有 但是我听说他拍那个动物很棒 就是A1新出来的一秒张三十张 然后不错 因为我们拍有些动物 它也是欠曝光也有 因为它光环境不太 因为拍牛有些时候很暗 像猫头鸣它很暗的环境下要拍 ISOT这很高了 拍出来效果还可以 但是那是动物那不是风光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什么 这是我能告诉你的 我个人的学生当中 他还没有人告诉我 他因为用索尼相机 而产生困扰 这个是因为欠曝光的噪点的困扰 没有 这就是我目前能够回答的 关于索尼的这方面的问题 好 谢谢你 不客气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了 再次感谢张庭老师 祝大家晚安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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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张老师